有邀请,实际上有两个节目的邀请 但是我没有参加 因为时间太忙碌了,而且参与的人很多 今天节目他们都有延长 不过我们上个星期还在特别担忧 许长运先生能不能回来 结果没有想到星期天他真回来了 当时高瑜女士那个消息还很准确 因为我一时有点担忧 他也不是真的 这里有什么不用担忧 这个事情,他往这上面做这个事 他嫖娼这个事情 如果往这上面做这个剧本的话 这个剧本他就不会写得很长 对,是不是 但是这个事情我的感觉是 也未必完全了结了 了结什么呀 现在这里头这个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 黎明前的瓶颈我觉得 嗯,嗯,是 所以现在 官方把人抓进去了 是吧 然后人悄悄的就回去了 之前呢还让人消音 说他要回来 好像所有东西都是有节奏的 都是按照这个程序写好的 然后呢悄悄的让人回去 让人回去之后呢 好像许教授 许教授现在没有接受任何人的采访 任何媒体的采访 而原来这个 你从这个事情从都开始 啊,这个消息出来 你会发现 这个信息啊 你很难追踪到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去 他都是用一种模糊方式在处理这个事件 正好我上个礼拜我做了一个节目 谈这个啊 这个政治意见者的 或者是这个政府批评者的这种啊 嫖娼事件啊 我试图从里面发现一些规律 最后发现什么规律呢 这里头没有事实啊 都是黑幕 全是一团黑幕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估计最后也是被黑幕笼罩了 你能够从里面发现真实的事实 很难很难 但是我坚持一个方式 凡是用嫖娼来处理这类的人呢 我应该不信 这是我的 而且嫖娼不嫖娼 这个不是我们关注啊 许章任先生 后来中国艺人是那个根本的动因 对吧 对啊 嫖娼的问题 这东西我还说了 这主要是回家给老婆写检讨 下个那个跪洗板子的问题 政府抓一个嫖娼的人 动用多大的紧力去抓啊 对 对吧 这东西有点反常 实际上派出所派个人去把人叫去就行了 我们我们我们的派出所的经常叫我去派出所 一个人就来了 打个电 打那个一个人六六的就来了 来 派出所我们去一趟 那我就去了 又用得着这么大动作吗 对 十辆警车二十多人 但是呢 他污名化这个许章任先生以后 他有一个很大的负面效果 第一 支持许章任的先生根本就没人相信 第二 通过这种污名化行为 他反而可大了 对许章任先生的这个新闻效果 对吧 这就是全世界都在骂北京没有底线 这么做 是不是啊 他以后越往这个里面做这种事情 这种嫖娼事件呢 他以后越不得人心 哎呀 不管怎么样吧 就是让许章先生心在家里面好好休养 这个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在全世界很多的民众 很多的朋友心目中间 他是个了不起的 勇敢的 坚持自己见解的一位 这个独立学者 现在在中国这样的人已经 这个太少太少 我其实对他们的观点呢 我凭着都不是那么关注 我是在乎他们有这样的勇气就了不起了 发出独立的声音就了不起了 我也不在乎他们能不能改变这个时代 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时候 人的一生是非常有限的 一个政治的变化 他可能要很漫长的时间 但是在你有限的这个生命中间 你是搞且偷生 还是迎户这个政权和世俗 还是呢 你使着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身影 那对于知识文者来讲 对于一个学者来讲 许先生就凭这一点 就足以教育这个敬佩了 所以中国的这个污名化没有达到他的效果 反而是羞辱了自己 就是这样了 这两天 这个 媒体相对平静 官方也没有说话 许先生也没有说话 我估计这一场这个事件 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吓人 抓他用这么大的规模 真的是没想到 是啊 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 就讲这个中美之间 现在啊 还没有完全的 这个冷战 也没有完全的突高 但是呢 互相制裁的这个东西 已经呢 正式走向了一时日程 那么上个星期 川普总统宣布了 对陈清国 朱海仁 王明山 还有什么什么 何什么刘啊 公安系统的 政法系统的 和一个政治主委员 进行了这个制裁 那我们就在等了 因为中共要怎么反制裁啊 对不对 结果今天中共的制裁一出来 我觉得哎哟 习近平还是蛮温柔的嘛 对不对 按照陈清国的级别是政治主委员 那你怎么也得套上 拉瓦罗啊 库德罗啊 对不对 这些对象嘛 甚至你可以直接对这个财政部长 这个 这个摩托清来嘛 对吧 结果没有 他就找一个什么 曾教的一个什么大使啊 还讲没住宿的 哈哈哈哈 开玩笑 那么另外几位议员 那这几位议员 长期来讲 都是批评中共的 对吧 其中两位是国会的 这个跨党的 这个 这个中国行政委员会的 这个主席嘛 共同主席嘛 罗比奥和这个 史密斯 所以这些制裁 而且他们也在中国 没有小孩留学吧 他们在中国也没有存款嘛 他们也未必想去中国 理由理由嘛 对不对 他们也不愿意在中国是被嫖娼嘛 所以这种制裁 完全是至于一种象征的意义 反过来讲 中共的陈金国 对吧 和另外几个官员 他们也 也也未必一定在海外有资产 也未必一定呢 在海外有子女留学 也未必一定要到美国的理由 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的这种制裁 好像还是在比较温柔状况 或者是湿水状况 你怎么看呢 第一呢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一种这个制裁 互相制裁 没有这样一种制裁的话呢 我们还以为 这个两国关系 经过了最近的北京的这个求和信号之后呢 似乎又有点缓和 实际上我也说不可能缓和 那么这种互相制裁 就像前一段时间 那个媒体的记者制裁一样 你来一招我来一招 我支持北京去制裁 制裁美国 制裁的更多更好 最好把这个 盆斯啊以下的 那些部级官员 财政部长啊 这个 母鲁卿啊 国务卿啊 或者纳瓦罗啊 等等全部制裁了 真的 是 我真觉得应该这么 你应该这么干啊 这才叫真制裁呢 是不是啊 对 这次呢 北京制裁的这几个人呢 大部分是共和党 两个共和党的议员 一个众议院的 一个参议院的 这个 那个吴索任大使呢 布朗贝克 这是算政府官员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史密斯 明治党的 对 史密斯 再就是国会 中国行政委员会 实际上是跨党的一个 一个小组 是这么制裁的 我们刚才你也谈到了 这个 这个制裁 意义不大 那个我也看到网友在说 这个 四个人不需要去北京 有钱不会去 存在中国的银行 也没有二奶和三奶 要送中国去生活 那么北京可能考虑到这个问题之后呢 唯一的没有实现对等制裁的是 没有宣布对这些人的家属进行制裁 这个因为这里头缺的缺的 缺的没有对等在这地方 就是说 美国人在制裁 陈全国这些人的时候呢 是他们本人加他们的家属 一起被制裁了 那实际上他的伤害更大的是 对他们的一些家属 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 北京的高官呢 你在北京做官做得多大 他们的儿女们 钱不在北京 人不在北京 这是一个特别普遍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帮老头子 在中国拼了老命 昧着良心 要为这个政权那个出力 他为了什么呢 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儿孙 在海外 这个生活的舒服一点吗 所以他们大部分把自己的钱 人 甚至女人都存在国外 因此我 我当时就说美国的那个对 陈全国等四个人的制裁的话呢 他的最大的这个影响力 是在对他们的亲属 他们的亲属就断了 那个来美国和 说实在话 可能美国相关的一些国家 可能都去不了 美国现在呢 比较留了一手 他没有披露这些人 在美国的财产状况 和他们的子女的一个情况 这可能也是法律上的一种 人道关怀 这些人我估计在美国 有财产也有亲属 这是落实美国的这个 制裁的这种 实际效率的一个方式 那么中国这次制裁呢 让美国做了广告 跟美国这几个人了 做了广告 也为美国一些主张 对中国进行缓和的人 这个提供了一些 这个参考资料 他们让他们感觉到 北京跟美国的关系 究竟严重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在某个意义上 他把一部分这个观望的 中间派的这些 主张对中国友好的这些人呢 我可能估计往那个鹰派的 或者叫做屠龙派的方向去拉了 在某个意义上 双方对峙的越厉害 那么中美之间的这个 直接玩出一种新规则来的可能性就大 所以我就主张了 双方激烈对撞 对撞之后就有机会坐下来的谈 谈出来之后呢 就可能有一个新的规矩 那么这个规矩 我觉得北京很难占到上风 每一次以牙还牙 最后玩的结果呢 北京最后都可能要妥协求饶 这是我的感觉啊 所以说这是新关系的一个 里程碑的一个事件 我是这么看的啊 希望他们制裁更多啊 美国下面还要对 设计香港似乎的这些人进行制裁 那么中国再来一波对等 你知道我现在整天 在关系的是制裁微信 因为我是 我可以说是吹吹牛吧 最早一是鼓吹 制裁这个微信的 我对别的事情 也不大了解 我也不是那个行业里面的 我没有那么的感受 但是微信我是感受的特别多 因为我的朋友里面 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 你只要他告诉你说 这个消息来就是微信 那十有八九都是 都是错误的信息 那么九月九十 我就发现 无论是左的朋友 或右的朋友 脑子都不像以前的脑子了 只要看微信 都有这个特征 所以我就觉得为了拯救我的朋友 所以我一直 举张在海外制裁这个微信 这个好像微信还真有可能了 对吧 我们今天好像有一个节目 有一个话题是讨论这个东西的 OK那等一下再讨论 等一下再讨论 那我现在专门讨论香港 但是现在就是香港 这个香港这个事情呢 这个因为有新的消息出来嘛 就是这个上个星期四 白宫就在啊 犯罪啊 讨论制裁香港的方案 犯罪就犯罪 然后呢 这个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这一周 关于香港的制裁的方案就要出来 所以说 这时候我们今天 为什么把这个把这个问题啊 提到这个第一个话题 进行讨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说 这个制裁方案要来了 因为从这个国安法出来以后呢 美国给了一些这个毛毛雨 但是比较有利的一个制裁呢 应该是本周要决定的 对香港的一些制裁的措施 我并不乐观 我并不乐观 虽然现在的大气号 是要给中共猛烈一击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因为老百姓有气 普通的老百姓在中国是有气的 可能是气是最高峰 因为你不管这个疫情啊 这个里面很多细节是怎么回事 但是多数人都知道啊 这个疫情来自于共产中国 对吧 而且共产中国要挑战美国地位 而且要偷美国的东西 这是一般老百姓越来越多的这种看法 而这种看法呢 比1989年64那种单纯的支持同情中国啊 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名气可用 但是不过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于中美关系现在没有进入真实意义上的冷战 也根本没有进入认真 他还是属于一个啊 这个互相之间有很多的利益交叉的这么一种状况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双方下手的时候 实际上都不是那么真正狠 打的那是老百姓 伤的那是一些边际效应 而不是真正的核心的东西 你比如说对香港的核心的东西 有一些事情 你可以说不知才 比如说取消香港的引渡协议 这是应该的 因为引渡协议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 双方的法律应该大理上对等 对吧 从这个意义来讲可以取消 但是这个取消 对于香港和对于美国来讲 它不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 但是呢 好像是一个姿态 这个可以做 对吧 比如说给予香港人在某种拘留美国的权力 对吧 这个可以做 因为澳大利亚已经做了 这个加拿大已经做了 这个英国已经做了 那美国你不做不像话 对吧 也应该有类似这样的做法 那么对某一些出口方面的限制 那早一段时间已经有了这个制裁 那个等于笑掉大牙 对不对 因为虽然香港是有别于内地 但是香港不是个独立的一个国家 那么不是个独立的国家 而且它没有这个国防的必要 所以香港在进口这个美国的这个高科技这个系统里面 它是非常少的 非常少 一个是金额少 少 这个产品也少 否则都讲不过去啊 你说你给我来一个战斗机 你香港不是要 对不对 所以呢 高科技产品 敏感产品的这个限制非常少 真正致命的一招 那当然还有就是制裁官员 制裁一些香港的推动立法的官员 这个东西呢 也是相当意义的 虽然香港也有不少人 希望到美国来 或者是家人也跟在美国 或者在美国有资产 有可能的 但是因为你制裁的这个名单很小 很小 那中国可以给你补足嘛 安全补足 对不对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你说到伤害了啊 我们国家补足你 中共这点钱是小钱 对吧 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如果宣布一系列的制裁名单 如果只有十个人左右 根本就是一个姿态 真正致命的是 取消这个 这个 美元和港元的挂钩 取消 这个很多独特的这个贸易关系 但是这个东西要做起来 对中共是致命性的打击 港元原来在国际经营市场上 那种地位就马上就会迅速下跌 港元在早一段时间 这个香港的经营市场 对吧 已经到了一种 要吃掉能登经营所的那种架势了 对吧 它的地位越非常高 影响越来越大 这个跟中国的崛起 亚洲经济的崛起 都有一些关系 但是呢 如果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取消跟港元的挂钩 对于美元 对于自己的贸易 也会有非常大的伤害 因为美元是世界上的霸击 这个霸击 它之所以成为霸击 是它控制的面积越宽越好 能够跟它挂钩的贺币 掠赌也好 然后它就成为一个中心贺币 中央贺币 所以它叫美金 因为它具有稳定前就在贺币体系的作用 对吧 它进行美元结算 它也对前一周的 这个经济的 这个情况有非常大的 这个联接性 影响力 但是如果取消了这一点 你美元就会失去了一大块 你能够影响的地方 你对港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港元自己本身 但是同时你对自己的后边地位 也会产生影响 所以我觉得 川普总统虽然 气很大 虽然现在樱潘力量上升 但是它掂量掂量它的实际利益的时候 我觉得它未必下狠手 就是下狠手的可能性降低 虽然他们也讨论到了这些意义 这是我的看法 现在从他们讨论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多层次的一种制裁 你刚才谈的是 它最难下手的一个方面 这个在白宫的这个犯罪 这个星期四的这个活动之中 媒体中现在也有报道 那么你刚才谈到打击这个港币 和美元的这个关系 这是一个方案之一 而且从现在透露的信息来看 他们不准备采取这个方案 就是这个如果从这个制裁的消息 不利的角度来说呢 应该是这样 那这只是我们比较单方面的 很肤浅的理解 美国人舍不得下手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现在这个里头 最大的问题在什么 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这是因为这个一定要 维护美国经济 在制裁香港的时候 他要考虑对美国经济的一个影响 这个经济的影响呢 他涉及到这个 在美国的香港公司的利益 涉及到香港的消费者的利益 这是昨天的这个 西方媒体报道时候 当然他今天还有一个东西没有谈 他涉及到这个 如果经济不好的话 对这个总统大选也有影响 就是涉及到 他跟美国的民主政治选举的关系 都是完全无可非议的事情 如果这个游戏规则是 要赢得大选 你才能够掌握权力 最后去跟中国玩这段游戏 那么川普现在 把注意力放在大选上 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把这个 这个所谓的打击香港的 这个金融制度 作为这个金融中心的 这样一个位置的 这个定位进行出手 他暂缓或者先不用 我觉得都无可非议的 为了解发力 先救美国经济 救美国的大选 救美国的公司 和救美国的消费者 这些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除此以外呢 所有的这个制裁方案 全部都在考虑之中 那么这里头呢 还包括这个半金融 这个手段的一种制裁 如果打击港币的这个地位的话呢 是一种就是说 经济核弹 核弹级的打击的话呢 那么一个半金融制裁的方式 就指的是对这个香港的涉及 侵犯这个香港自治地位的 中英联合声明的官员和企业的金融制裁 这个东西呢 你甭说它是百分之百的核弹机打击 但是它的打击也是够大的 我看了一下这个 如果针对个人和企业 进行金融制裁的话呢 它涉及到的方面 那是跨度很大的 非常大的 这个我这里的正好呢 是昨天查到了这方面的资料 如果这个个人和企业被制裁 它被制裁会包括什么呢 禁止被制裁企业和个人买卖和持有美国物业 拒绝被制裁的个人金融机构 代表或者控股股东入境美国 禁止美国财经机构 对被制裁企业提供贷款和信贷 禁止被制裁企业成为美国国债主要交易商 禁止被制裁企业成为美国政府和政府基金的存款机构 禁止被制裁企业 处理任何美国管辖范围的外汇交易 禁止在美国管辖区内的任何信贷和交付之一 如果一个个人和一个企业 如果被进了这个制裁名单的话 它跟美国的经济活动 金融活动基本上就已经给止住了 此外呢 跟这个企业和个人做生意的银行也面临这种制裁 所以说这种威胁也不是说着玩的 那么前面我还没说完 其实还包括限制和禁止向被制裁外国金融机构 出口和转移商品软件和技术 禁止任何美国人向被制裁金融机构 投资和购买大额股权债务 这些东西的制裁和整个的瞄准赶币的打击 虽然力度不是这个普遍性的一杆子性的 但是针对具体个人和企业 以及相关的金融机构的这种威慑 那也是这个核弹机的 这是目前白宫这些人在犯罪活动的时候 讨论的这个方案就是 不去打击港币跟美元的挂钩的关系问题 而去转而继续制裁个人和企业 它偏向于往这个方向发展 这是金融制裁的一部分 这个厉害的程度 我想只有被制裁之后 你才知道如何不能动弹 才有所体会的 一个人口的一个机构 他如果不被列入这个名单的话 他是他怎么样的去从事经济活动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这个讨论的方案里头 还有废除这个引渡 这属于司法 另外一个呢 废除香港的这个特别的关税地位 这也在讨论之中 原来我们很多人关注的是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 那么现在这个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 很可能在这一次的制裁方案中被取消 让中国大陆和香港出于一个关税 关税区域里头 那么这个主要的不是这个直接跟香港本土的这个贸易 这个昨天我们看的资料跟香港本土的这个贸易只有 四十七亿美元的进出口 相当于中国的四千多个亿 那是九六一毛 但是呢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 那数字是巨大的 这也是非常有厉害的一招 取消香港的特别关税地位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 对香港的这个 刚才你也谈到了技术出口 技术出口实际上香港本地要求得到的这个技术 对它意义 你刚才何先生谈到了不是很大 但是这些技术对北京可是非常关键 西方啊 在很大一个意义上跟北京是绥靖啊 只要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把这些先进技术出口到北京去 实际上你出口到香港不就跟出口北京差不多吗 不不不不 这个你可能想象丰富了一点 没有那么一种啊 因为呢香港是一个 它跟巴基斯坦或者别的国家不一样 比如说以色列不一样 因为以色列有防卫需要 所以美国把很多的尖端的军事科技给了以色列 对吧 那么所以美国特别的政府 你这个以色列别把你的武器合作啊 你搞了半天年又跟中国就合作了 对不对 或者你你你你中国搞了一个港口 你把你的装备 美国马达的装备 你安装到这个中国控制的海港里面 那么就要命了吗 但是呢香港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香港你是一个经营港 你不存在一个国防的需求 所以香港没有几家公司傻乎乎说 我买一个战机 我买一个敏感的技术 而且根据以前的清单看起来 那个金额也不是那么大 很选不选 而且那个设备啊 他确实可以尊敬和民用 两者之间 那么呢 这个这个也就是说 对 我原来想过这个问题 后来我一看那个清单以后 我就开始打消 这个我当时的判断了 就说明了 就是香港的公司在进考美国的 敏感技术的时候 自己还是特别小心的 你列个意思了吗 嗯 我明白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鉴于这个香港跟北京 是一个国家啊 这个在法律上的定位 是很清晰的 那么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啊 假不假设的这些技术啊 出口到香港啊 你只是给香港使用 而且是军民之间要有分开的 但是在某个意义上 我觉得他一旦出口到香港之后 他他的监督 他就会有问题啊 在某个意义上 我觉得美国实际上 也就是放纵这些技术啊 睁字眼闭字眼 最后被北京所所知道 我觉得这里头 这个意义在这嘛 所以我批评他的随意 那么现在呢 这个国安法出来之后呢 干脆把美国人 这个东西这个念头给断了啊 我不能够 不能够再给你 这个留一条分析啊 所以说这个 刚才我介绍这些方案呢 都是在这个白宫 星期四的会议中 讨论的方案啊 那么这个方案 最终出台一些什么东西啊 那么现在可以肯定 就是说从现在媒体暴露的情况 暴露出来的情况来看 最严重的那一招 就是整个的打击港币 这个这个这个 这样一个方案呢 啊 现在没有被普遍接受 甚至于被搁置啊 这个是相信应该是最厉害的 我们知道 现在很多人盼望的 就是这样一个方案啊 刚才老何谈的也是个方案 打击香港的金融中心 通过打击港币和美元的 挂钩这种关系 最后呢 把这个香港的 这个金融中心都毁掉啊 但是在这个之外啊 他们现在开始选择 打击香港的个人和企业 那么这种打击呢 是以金融活动为中心 进行打击的 这个这个打击 实际上也不小啊 那另外就是说 香港特别关税地位 在这个现在准备 实行的方案中呢 也准备取消 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考虑了 美国本身的利益啊 这个昨天这个媒体报道 说他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既要去惩罚北京 同时呢 又要照顾到美国的利益啊 那么做一个权衡 那我们觉得 现在出的这个方案啊 如果这么做的话 应该是最佳方案 那么到了11月以后 也许还有 严重打击的第二回合 那么这个回合 根据华尔街 我昨天我看华尔街的日报 实际上对中国最有毁灭性的打击 那就是打击港币 真的是打击港币 对 如果双方真的是打下去 战争就是这样的嘛 你打我一下 我打你一下 然后慢慢就开始升级 这方面就失控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北京还是比较温柔的回击 对吧 那么美国呢 他也会考虑自己的利益 因为双方都在进行博弈 博弈什么呢 博弈难不能搞得温柔一点 你注意到没有 这个港版国王发出来以后 雷声很大 现在雨点还比较小 为什么雨点比较小 因为北京方面也在顾忌 如果雨点大 你对我的制裁可能就会升高 因为今天和了明天 今天和了明天 就这两天 再慢可能是 有人说再慢就是星期五 那么这个会影响股市 如果动作非常非常大 可能就星期五 如果动作是比较温柔的 也许是这两天 川普总统就会 对香港进行制裁 大概是这个样子 因为香港现在 这个黄之锋 什么黎智英 还没有抓进去 所以美国做这个动作 它也是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 我觉得这是个 长期的彼此的 在制裁方面的不义 这个老何呢 我们俩这个分歧在什么地方呢 你对中美关系这个冷战的 非冷战的一个判断呢 好像我们之间有差异 我觉得中美之间 现在就是在冷战中 这个毫无疑问进入了这种冷战 只是美国在出手 这样一些措施的时候呢 他刚才我谈到了 鉴于美国公司的利益 我们很多人在讨论 对香港进行制裁 他说不过瘾啊 实际上是对美国的公司 美国的消费者的这个角度 和美国的政治运作 这些特殊性 冷战的根本台制 不是互相制裁 冷战的根本台制 是彼此不想往来 就是形成一种隔阶关系 所以我一直认为的 应该政治学者 应该找到一个更准确的词 来形成现在的中美关系 还没找到 就现在这个他叫新冷战 或者叫2.0版 在某个意义上呢 没有想象力嘛 这样一种啊 这样一种交往关系 是原来的全球化时代 带来的这种辐射效应 你不可能就是说 在某个意义上 一下子全部拖完 但是这样一种拖的 这样一种趋势 非常非常的明显 而且并且在不断的扩大 不断的深化 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实际上 最后下面谈的这个抖音啊 微信啊 这都是这个拖 拖的一部分 OK 那就是这一节我们讨论香港的制裁 看我们有没有观众想 想有什么讲话的 有什么讲话的没有 那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观察员 有人讲话 但是这个是没有 没有中文字 有啊 我们有一个黄先生 又来了 又来了 黄先生又是上班开小餐 溜进来了 欢迎我又来了 提过一个例子 反对一下何老板 点赞一下小蝙 谢谢 你打赏好不好 我刚才 会答 是这样 我在博士哥有个朋友 叫吴振周 你们去查一下 他是南开毕业的 数学系毕业的 然后在这边 读了书之后 办了一个 电子园记件的出口公司 然后他回到中国去了 他的前妻就这边当总经理 我跟他们家人很熟 然后他在国内 那个公司在深圳总部 和上海那个都有分部 做的很大生意 这是我多年的朋友 08年他们父亲两个 一起被判刑了 就说 他的前妻后来是前年 他是七年 七年其中有三年 我记得是 因为四年 因为他小女儿 高中没毕业 就境外执行 然后在监狱待了三年 马上就回到北京去了 他回去我们还有联系 就是我们 他当时有很多事 家里有事 我帮助他们 做了很多事情 是什么事呢 就是香港 香港当时是美国的 司法部和麻州司法部 一起起诉 就是大量的电子元器件 他是说在香港 是最中单的民间用途 实际上通过深圳 短的中国 大量的进入了航天领域 这个因为美国 我想在中国 可能也会间谍 对不对 但是这个处理非常人道 我想说 他的两个女儿 现在还是波士顿工作 大学毕业之后 非常好 但是他们永远不能回来了 我想从49年说起 霍英东早年就做过 很多对事 当中美的战士 在朝鲜集散的时候 霍英东这些 等等爱国商人 用小三板送了 大量的医疗用品 包括霍英星林 包括清白兽这些 对中国来说 是救了中国的战士 对美国来说 是更多的美国战士 会死掉 那么你 一直查一下 吴振州先生 就是说 他在中国 基本上是带着爱国英雄的 非常高的待遇的 他的前级回去 也很弱 所以就是说 香港这一个缺口 这一个特别国家 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伤害 大大的高于巴基斯坦 和以色列 对美国国家利益的伤害 因为那边 他总是给个整机什么的 这边就是说 对于中国做利工程化的时候 大量的继续 和一些原材料 以及核心的 电子软件件 包括一些软件 都通过香港 软软不但地送到中国去了 就如同当年的 胡云东人做的事情一样 我想就是说 我想美国人 现在会明白这个道理吧 就是说 我想还提一个例子 在华盛顿 也发生了一个 那个人还是明日人士 一个姓什么 一个女士 我忘了 他们父亲两个是把 这个美国的一些 特别的芯片 通过香港 也送到大陆去了 当时好像是 不是芯片 是一个电脑里面的东西 OK 你讲完了吗 你讲完了吗 谢谢 我可以反驳 你可以 我讲完了 谢谢 反驳完了以后 如果我有道理 你跟我打赏吗 你有道理我打赏 一定 可以说一下 何云东他们做的这些事情 我非常熟悉的 非常熟悉 但是这些事情都是属于了 这个医疗物资范围 当时是因为禁润 中国大陆禁润 何云东他们利用这个事情 所谓的红色资本家 靠了这个东西也发了财 靠了这个东西也奠定了 中共的这个关系 但是这个和后面所讲的 现在美国最担心的 这个敏感的这个科技 完全不同 当时你讲的这个香港 是英国政府控制的香港 咱们不能去讨论它了 咱们要讨论的是 中共控制以后的这个香港 对不对 中共控制的一些 我我跟你说 虽然香港和美国 有很大的自由贸易关系 但是由于香港 它不具有发展 这个高科技产品的这个能力 它也不具有了 这个国防方面的需求 所以从现在已经看到的 最近几年的清单来看 香港没有 从美国进口太多的 敏感的科技 因为这个都追加得到了 我不知道刚才你讲的 这个朋友是美国派行 还是中国派行 不管怎么样 在这方面美国是有 非常强的追证能力 巴基斯坦和以色列 完全不同 巴基斯坦是美国的战机 骂给了巴基斯坦 你知道怎么样吗 中国派人跑到巴基斯坦 去整个把那个飞机 给能拆的就拆 把它拆除 甚至曾经在80年代 90年代还发生过 把整个飞机 相当多的年轻拆 拆到中国去 反复去模仿 去检查 那个是正在巴基斯坦的 最顶尖的军事科技 那以色列更是这样 对不对 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 这个军事科技的掌握的能量 怎么是香港能够比的 香港是有一些原件 有一些这个气件 确实是受于美国限制的范团 但是这个幅度非常少 而且美国一直在追证 你以为美国是傻瓜呀 不知道你给了香港 就等于给了中国大陆啊 所以我前面讲了 香港在97年之后 真正在美国 经考这个高科技的敏感的气费 说得非常少 都有清单的 这不是说 我们谁靠想象就可以的 所以王立平同时 你必须打赏 你不打赏的话就拉倒 你这偏向平衡平衡 加我们老黄的一军啊 这是老黄啊 你可以别受他胁迫啊 你跟他讨论问题 我是坚决支持的 黄立平他也不把他声音给禁止了 他也没办法讲话 我又打开了 我刚才我拍的 我这有噪音你知道吧 就很关了 对你讲的很清楚 但是我作为一个美国写民 我高度赞美 这个抖住这个香港 这个漏洞的行为 当然是嘛 这还可以说吗 抖住和香港 有没有实际发生了 帮助中国偷窃科技情报 这是两个给你 对不对 对对对 这是个大漏洞 对吧 你输了没有吗 你成天输了 咱们就 开玩笑 谢谢 开玩笑 你已经打赏去更多了 但是你很不公平 你每次都跑过来打击我 来捧你的这个老乡 陈小平 哎呦 这是哪跟哪呀 你们不是的老乡吗 你们不是的有个小城市 对不对 眼带眼 很灭 这个 谢谢 有这些老生关 你不像我们纽约这么大 谁在乎你是老 纽约的老乡啊 你们不是那小地方 当然就喜欢搞这种小圈子吗 好 谢谢 我关了啊 好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话题 陈小平博士 第二个话题是什么 这都是你最好写的标题啊 不是 你别诬陷我了 是你写的 我后面根本没有改 OK 我就是 第二个话题呢 是香港啊 61万民意测验国安法 民主派出牌 民主派出牌 出息不易 嗯 哦 香港这个事情呢 香港这个事情呢 原来啊 而且你讲 我讲什么呢 你比我更专业 你讲吧 我再补扯 不不不不 你已经看了馋了 我不能把你噎回去 这不对 这不礼貌的 啊 我这在 你讲完以后 刚才你讲完以后 我再来批评 就是挺好的 傻牛 你是老师 我觉得中共对这个事情 非常荒谬在什么地方呢 我今天看了香港的一个官员啊 好像是 陈凡 不是 那个 那个林郑月娥 他说 这个出息呢 有 恐怕 有可能 冲犯国安法 这什么话吗 不是国安官员 是这个 崔骨手 假冒官员的 那个田飞龙 最近火得不得了 什么都是他说 还有一个北京 北京一个什么教授 还有一个北大的这个 北大法学院的教授啊 这个 哎呦 算我的私地了啊 陈端宏 嗯 港澳研究会的副会长 嗯 这些人出来讲 这个东西 冲犯国安法 你这 然后又是说 这是港独啊 投票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说 这是北京的用意吗 北京就是想要 今年的这个 啊 这个9月6号的 这是国会啊 这个这个 市议会的选举 能够让他搞黄吗 让让竞争派赢吗 我就在那里想 如果你中共 不仅是你的 利益的 不仅是你的面子的问题 如果在利益的角度来讲 你会利用9月6号 又是一次 晚会面子的最好机会 为什么呢 因为 你有了一个国安法 我一个警告都控制了上面 我愿意怎么下来 我我说了算 对不对 他不受香港法制的制约 但是我要想实际上证明 我香港是一国两制 对吧 并没有像你们想象那么破坏了 对不对 所以民主选举 照样进行 假如民主党赢了 西方 你还怎么制裁香港 我问你 对吧 但如果你这样一个初选行为 都把它定义为是一个非法的 而且说 他们的金融会 是不是可能从战争里面剩下的钱呢 就这样就搞 无限的上纲 不管你有没有道理 如果你最终破坏了 9月6号的这个选举 那中共 西方就更有 有力 找到理由来制裁你这个香港 对不对 因为这个制裁关系 它是个互动关系 一方面你已经有了这个国安法 这个丑陋的粗暴的 对不对 法律无边的一个国安法 大家已经很生气了 但是也有人说 这个法律就是那个法律 跟中国现犯一样的 就是绘制一张 对不对 很吓死人 但是政治中间不会执行 现在也没有抓房之锋 也没有抓黎智英 也没有抓李俊明 也没有抓陈黄安生 我这个法律就是放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一个威慎力量 如果你在实际中间 还是承认了这个民主选举 习近平不是争回了面子吗 这是不是又是我想的好 想的美 你是想太美了 我想的太美了 一直看到这个黄智峰没有被抓 黎智英没有被抓 李俊明没有被抓 这个还有这个 陈黄安生 不是还不是陈黄安生 还那个那个谁啊 那个老朋友 这个李 李什么来着 很多人 很多人都没抓 这几个 这些人呢 媒体已经报道 这些人在 北京最想抓的名单的前几位 但是呢 这个法律实际上已经在香港实施了 而且已经因为这个新的法律 有人被抓 有人被起诉 那么这几个人啊 这几个VIP没有被抓呢 是因为抓这些人的这个信号太强烈 会导致西方的进一步的这种啊 舆论的这种反弹和制裁 这才是临时的没有动啊 你可以看见就是他们实际上抓的 现在我们看有这到底是十个还是七个啊 不清楚啊 肯定是被很多人有有有有这么多人被抓了 而且现在也已经有根据新的法律被起诉的啊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为了搞这次民调啊 这个这次民调啊 真的是这个 我觉得香港 我原来觉得香港放民主派啊 玩的这个东口 玩的不多啊 但是这是人家玩出了 不是民调是初选 初选啊 我觉得就是个民调啊 这一次等于玩出了一个惊险啊 让玩的北京哑口无言 北京啊 制定这个国安法的时候呢 完完全全是针对 在香港原来发生的一些 让他干同的地方 啊 他要针对性的把这些漏洞给堵住 没想到啊 国安法出来之后 他就没堵住这个立法会选举 这个初选这个漏洞 他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根据去自制 自制这样一场选举 是吧 他没有任何一场选举 这个没想到 而且是在国安法通过之后 香港人就不服气 实在在的给你来了一次这么一个初选 刚才为什么说这是公投呢 就是在这样一种气候之下 这么多的香港人上街 去表达了他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就是公共舆论嘛 原来这个原来这个主办单位呢 只是指望能够吸引四十四万人 最后有六十一万人 投票 超过三倍 六十万人 投票 我星期五做这个节目 做这个香港民主舞弘会的这个主席 杨锦霞女士的这个采访 还有高冠俊律师的一个采访 他就提到这样一个 九月份的这个立法会选举 我说你们的三十五家计划 前景如何呀 杨锦霞说 我相当乐观 我相当乐观 等他节目做完之后 我再看初选的这样一个投票 真的可以支持杨教授的相当乐观 他就是乐观了现在啊 这么多人啊 为了显示他们的一个意愿 排到大长队 默默的在那去投这个票 北京怎么想啊 北京怎么想啊 警告 对吧 他又没有一个直接违反这个国安法的 这样一种出手的一种 一种一种这个 一个角度对不对 他不符合你四大犯罪里面的任何一项内容 然后就搞警告 首先是港府出面去警告 民主派不顾港府警告 开始举行这样一个投票 对不对啊 首先港府警告了 警告不管用之后呢 又去搞搜查这个香港民营研究所 这是第二步 第二步没止住 第三步就轮到这个 最近独领风骚的这个什么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法学院副教授 我告诉你现在在中国谈香港问题谈的最多的就是这个田飞龙 他是个什么身份呢 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我刚才你提到那个我那个师弟陈端宏 是副理事长 他还只是个理事 陈端宏呢 说实在话 政治上是一个威权主义者的一个这样一个宪法学家 他跟那个谁啊 跟那个张千黄是完全一个交人使啊 但是完全不一码事 那么呢 这个他的这个说话呢 当然没有这个田飞龙那么高调 对不对啊 相对慎重一点 这个田飞龙说话的 真的是满嘴跑火车啊 对不对啊 如果警方这个查出所发经贿是外部资助 就可以触犯到国安法 再一个呢 初选过程中一些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 触及封裂国家 封裂颠覆政权 或提出暴流恐怖措施 也可能犯法 用这种方式来威和 假设两种极端情形 实际上这东西根本就没最后来了一个东西啊 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提出一个什么呢 以初选的名义进行了一场政治染操和感毒公投 你说这大嘴巴 啊 还是学 我不知道是学法律的啊 要我当他的老师这法律就不及格啊 你这个逻辑关系哪来的啊 你怎么证明它是一个感毒公投 人家是立法会的这个初选的一种公投 立法会是在于香港的基本法的啊 你的国安法也没有禁止这个这种类似的法律 这个这种投票 凭什么说人家是啊 感毒公投 这不就是这个国安法的这个啊 扩大化的一种解释和应用吗 正是令外外界担忧的最可怕的一种情形 没有底线 那么你这个田飞龙就把这种没有底线的这种啊 真实的面目 在你这次的这种评论香港的这个啊 泛民的这个初选活动中暴露的一清二楚 你就可以以这个国安法的名义扩及啊 假设一种情形啊 不仅去假设 而且呢去干脆什么证据都不要 直接给你贴一个感毒公投 可惜啊啊 你这种高级黑北京这次都没接受 北京都没接受啊 那么外界解读呢 他代表北京去这个 在恐恐吓这个香港人 实际上啊 北京现在在这个结果眼上 跟美国在这个结果眼上 有些东西都是很慎重的 例如说刚才我们第一个话题谈到 美国究竟在什么措施上去制裁北京 然后呢 维持跟北京之间的某种均衡 和北京在香港怎么样的实施的国安法 维持北京跟世界局势的某种均衡 这里的都是有算计的 而田飞龙在这样一个这个高级黑出来的话 等于是把这种均衡给打破 幸亏就不是官方代表 但是也算半个官方代表 他们想把这种 这种威胁的效果最大化 但香港人不令啊 香港不令啊 好几个因素啊 这个主持这个公投的这次人呢 是像什么的戴耀廷 北京最恨的一个法制教授啊 这个戴耀廷呢 我们原来明镜也采访过他啊 这一次用这个梁锦霞教授的话说 香港人的聪明和敏锐 让他惊讶啊 真的是惊讶 那么这种聪明和敏锐 不仅让杨锦霞教授惊讶 真的也让北京惊讶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香港人跟他们玩了这一招啊 真的是让北京哑口无言 所以说啊 这一招 肯定会让北京记下他的仇啊 真的 哪一天 他们会出手去 收拾这种戴耀廷这样的人 但是呢 戴耀廷的好像也豁出去了 我们许教授一样啊 话语说完 生死有命 那么戴耀廷的话呢 就是肆意做完 生死有命 你都遇到这样一批人的话 你怎么去收拾他 这就是问题 问题在这儿 嗯 是啊 这就看 9月6号已经没有多少天了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上个星期 我做这个中国研究院的节目 李鸿青先生就讲 现在建制派 即使他们并不是那么热情 嗯 而民主派呢 非常的有热情参与这次选举 那如果是啊 中间 中共啊 这个不去破坏这个民主派的 这个他们的啊 动员这个选举的这些活动 那么这个如果民主党在这一次中间 引到了这个大的选举 你觉得中共会承认这次选举吗 他被迫 他必须就像上次去议会选举一样 他他必须承认 他也没犯规啊 他只是说最后 他可以在通过立法解释 通过国安法 通过一系列的这个外部操作 来架空你的立法会的这种 这种 这这个这种权利 这他们可以干的 嗯 他怎么去说 这个建制派啊 我已经原来说过 建制派的最大的价值就是充分的 一国两制条件之下 建制派具有价值啊 因为 井水不放河水 北京的没办法 因此呢 建制派的价值和地位就水涨船高 北京要通过他们来来运作嘛 嗯 一旦北京不需要这个一国两制 你建制派是啥 你啥都不是 你一点价值都没有 所以建制派很清楚 一旦北京跨过这个界线之后呢 建制派就没有价值 没有利用价值 嗯 这是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说实在话 建制派这些人 不管怎么样 你吃肉北京的什么 但是你心里的某个地方上 你还是香港这个地方的 你的你的社会关系还在呢 多少还是有一点内心自省 这些东西的 我觉得是不是啊 心理上实际上对北京的很多做法 应该是很反感的 毫无疑问 那么 真正的到了九月份的选举的话 北京现在面临一个相当难看的结局 如果三十五家被突破 三十五家被突破的话 那么立法会可能被 可能会出现瘫痪的这种局面 如果立法会被瘫痪的话 北京下一步 会采取更加极端化的措施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当香港人啊 用法律跟北京玩游戏的时候呢 北京往往不是对手 因为北京从来就不知道 怎么样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游戏 因为他们是相信拳头 相信谁的肌肉大 就可以赢得这个局面的 他们从来不会用法律的方式来玩 那么法律上的玩 我们可以知道 也玩过 就是一边倒的 通过香港基本法的解释 来强化北京的权力 甚至于通过北京的直接立法 来剥夺这个立法会的这个权力 这就是他们玩的法律 那真的 他如果赢了这个立法会三十五家之后呢 他按照香港的这个立法会的这种运作 那么戴耀廷已经提到了 他可以通过这种否决这个预算的方式 让这个政府陷入这种非常难备的一种境况 那怎么办 那么这次你打破这种僵局的方式是 用建制派的议员 把泛民主派的议员从议会里头抬出去 那么你这样的人数多吗 你有四十系吗 对不对啊 那下次如果是泛民主派有四十系的话 你能下令这个警察维持立法会的秩序的这个权力都没有 因为你谁谁赢了多 谁就是立法会的主席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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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位置吗 那么泛民主派如果控制的立法会 北京的游戏怎么玩 他只能来应呢 嗯 好啊 那个看看我们的观察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 啊 黄先生刚才真的是打赏了啊 感谢感谢啊 这被你逼的打赏的还不少 嗯对对对 大手比大手比 他每次的大手比 当然打赏你还是比较多的 打赏我们就是少很多了 都是打给你的啊 嗯 开玩笑 好了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我们的观察员啊 是要讲话的 因为我们今天啊通知把这个这个会议时啊发到外面的时间比较晚 啊 所以 现在还有没有人了 而且现在已经是亚洲伊林中了嘛 对 好像没有人 对嗯 没有人 那我们就进入第三个话题 怎么样 对 第三个话题是这个抖音微信啊 啊 全部上了信息站的名单 啊 中国人开始转账 LINE啊 LINE 日本人的 韩国人的 这个LINE到底是谁的我也不清楚 有的说是中国人 有的说是日本人 有的说是韩国人 这搞不清楚 我当然有的说是台湾人 反正台湾用LINE的人是特别特别多 对 对台湾人用的多 日本人用的多 然后这个 韩国用的多 好像最开始是韩国人参与的 后来是被 亚洲最大的一个人 亚洲使用的这个人最多的一个 对 我们是不是也要开始用了 因为我昨天看到新岛日报的一个报道啊 这个提到这个华人开始转移阵地 从这个抖音啊 从这个微信转移到这个LINE啊 他这个说一些使用国际版抖音啊 TikTok的华人透露 目前抖音账号无法使用 似乎微信将被禁止的威胁也随时可能发生 多年依赖微信社交的美国华人 不免惶惶惶不可终止 因为一旦微信被禁用 华人社区很多个人群体 社团间的联系 甚至企业经营往来都将造成联系中断 甚至陷入不变化麻烦 不少微信常用用户通知微信群成员开始另辟路径 转移到台湾华人常用的LINE社交应用程序 这是昨天新岛日报报道的 我是抖音这个事情是美国最重视的 因为抖音在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 巨大无比的这种社交的软件 已经大概使用的人有四千万甚至更多 而且这些人在军方也使用 军方很多人也使用 年轻人就使用更多 而且这些抖音的使用者最近还干了几个事 一个就是听说干扰了川普总统的大选的山洞会 一个就是最近把川普共互党他们竞选的一个APP 把它变成了1个星 1.2个星很低的一个评分 更重要的是后面的资金控制 实际控制群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么中国的资本家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的切割 就是说要美国的公司和中国的公司单调开来 OK 美国就是美国的 但是我昨天看了这个拉瓦卢教授 他的这个观点就是说 即算是美国的资本也不行 因为美国的实际运营也不行 因为呢 你这个后面的控制力还是中国人 所以抖音实际上呢 是这个美国现在最想动手的一个软件 因为它影响太大了 相比之下的微信的影响小很多 在美国可能就是400万500万 对吧 就是华人基本都使用 再加上一部分美国人 但是整体来讲 跟抖音的影响力没办法比 但是我更重视抖音 更重视这个微信 因为微信的这个资信具有两个危险性 第一个呢 它耗得的控制都是中共的控制 听起来有些人在上面讲话 慢慢都忘记自己是谁了 然后就开始讲很多无所乎记的话 而这些话呢 他们认为我三点是黑了 实际上三不三掉 对于这个营润的耗得的管理者来讲 是没有用的 你三点也是有记忆的 所以有很多的敏感的内容 你在这个微信里面运行 实际上存在一个巨大的危险性 第二个是微信的霸道 就在于呢 你知道上面去做任何事情 它随时可以跟他们家掐死 对吧 随时可以掐死 所以你作为一个引论者 你有这么一个权利 但是呢 因为你 它不整首规范 因为你那个后面的一个黑手 是中国在控制这个系统 所以使用微信 是非常之有危险性的 数据被它控制 而且呢 它随时可以跟你 卡断你 所以我很长时间都不应用微信 我这开始用了一段 很短 我后来还一个东西发现 就是说 那个里面的错误的消息 占了主要的成分 社交媒体的特征就是 大家都希望自己发布的这个消息 引人俱目 引起大家的关注 那作为媒体人来讲 也是希望是这样 对吧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间 你媒体人有一个最起码的边界 你有一个最起码的这个职业的道德 你也有一种职业的这个基本上的底线 但是现在社交媒体 之所以 这个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个很大的危险性 就在于社交媒体的固分的这个极端化 华军取宠成为一个基本上的 一个大家能够赢得这个赞赏 赢得支持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两边都是这样 越来越极端 越来越极端 中间就切换了原来的一种文字 经过编辑处理 经过最终的出版印象过程中间 那个缓和的空间 专业的界限没有了 而微信对这个华人的伤害之大 是让很多华人 基本上就是信息来临 是依赖于这个微信 他也不看 他竟不看英文的媒体 也不看海外的这个社交的媒体 他什么都不看 他就只看微信 因为微信已经足够 可以消耗他很多的这个精力时间 然后他接受的是垃圾资讯 接受的是错误资讯 这个对于很多海外华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海外华人毕竟是到了海外 你应该预想彩虽 你应该多了解一下 所在国家的这些问题 所在国家的新闻 所在国家的法律 政治的这个变化 你不一定去参加选举 甚至你不一定去参加投票 但是你应该了解一下 这个西方的这些自由的资讯 那么这些华人 在以前我看起来跟他们交谈 就是说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九十年代即算是里面有一批华人是 主判 但是即算是这些主判的接受的资讯 你都你比较吃惊 多于那新型的感觉 那么更多的华人是 接受了西方价值的这种正常价值观 尘上自由民主和人权 但是现在很多华人 甚至移民到了这个美国或者加拿大 或者是什么别国家 当然整体其实生活在跟中国完全是零距离的 连接在一起 同乡一个家庭一批朋友 越来越同质化 越来越同质化 思想就变得其实越来越单一 越来越单一 无论是左或右即是都是一样的 如果把这个卫星给掐掉 造成了一个负面作用 就是华人之间和中国大陆的这个通信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逼迫这些华人 开始接受一下自由的资讯 然后慢慢他也就跋脱了 跟中国大陆的那种关系 华人已经到了海外 你千辛万苦的移民到了海外 就应该成为海外的一分子 如果你认为中国真是那么强大 你就应该回中国去建设 如果你希望两方面跑 我也不完全否则这种情况 但是毕竟应该是少数人 多数人到了海外移民 还是希望在海外扎根下来 但是扎根下来不仅是你的挣钱要在这里挣 工作要在这里挣 学习要在这里挣 更重要的是你接受资讯 应该海外自由化 所以我在抖音和卫星中间 我最关键的是微信的 把他掐断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是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中国一直是讲究外交的对等 那你外交的对等的话 你海外的社交媒体 这些自由的社交媒体 在中国都看不到 那为什么中国的那些 大有强烈意识形态的社交媒体 反而可以看到的 在美国可以看到的 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多层因素里 多层因素考虑 我都是拍动美国政府 把这个微信给掐了 老何对微信恨得咬牙切齿 很长时间了 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 我觉得好的好的 什么地方呢 美国人把它提到了 信息战争的高度 这是一个新的封杀 抖音 或者叫他的国际版TikTok 这样一个消息 TikTok 它是他的 我们那天做的节目上 这是国际版 国内版 一个一个 美国那边叫TikTok 中国那边叫抖音 那么加上微信 把他们 昨天纳瓦罗这个信号 是两个东西非常明确的 第一个 就是说 它是中国用来对付 美国的信息战争的工具 这是实无前列的高度 在这之前 这个蓬佩奥也谈过 这个抖音 或者TikTok 都美国的危害 他只是说 如果你想 你的信息 隐私信息安全的话 你就不要去下载 这个他这个东西 这么角度 那么昨天谈的是信息战 第二个呢 他讲到 川普总统要对 这两个应用下狠手 这是最新的一个信息 那么这个 刚前面那个 蓬佩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也说过 他说这个事情呢 我们已经 已经在认真研究了 但是这个事情呢 我不想 盖过我们总统 让他去 把他的这个光 光网给盖过了 让他去处理 让他去处理 这个抖音和微信的事 因为蓬佩奥说 那么我不愿意多说 但现在我们可以看见 纳瓦罗已经 讲出了总统怎么怎么干 是不是啊 那么总统怎么干的问题呢 川普实际上在 我查一下7月7号 他也已经讲过 他要准备对这个 采取一个措施 这是这个新的这个 最新的一个消息 那么现在 这个 抖音已经聘请 那个前面的这个 哪呢 迪斯尼的那个CEO 现在给他做这个 最高的这个管理层 然后 纳瓦罗说 这个人只是他的快乐 你即使这样逃过美国的监控 你通过这个方式 逃过美国的监控 或你被打击 你也没有用 也就是说 从现在来看 抖音和微信 被美国的这个 总统的自由财量权 这个宽恕的这个可能性呢 几乎到了没有的这个阶段 这是昨天的这个信息 透露出来的 就是有的时候啊 有些人可以被打击 有些人可以被原谅 你像中兴就被川普给原谅了 但是华为原谅的可能就不大 那么现在这个抖音和微信 都可能被不被原谅 这是在这个背景 华人考虑转战赖 这是个 还有一个这个微信 和这个抖音的这个危害啊 这个抖音啊 我觉得我对他了解还不够 他 我觉得他几乎是一夜之间 就如此的这个旁扬大度 跟这个华为啊 差不多啊 他都是一个悄悄的做大啊 最后变成了一个巨无霸 这个我看到那下载的数字 惊人了3.5个亿 这种下载数字啊 非常的恐怖 那么微信呢 在某个意义上 他已经成了这个政府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工具 他是在这个 也许他早期啊 他跟政府没有关系 但是他做大了之后呢 就被政府给盯上了 并且呢成为了政府的一个长臂 在政府的庇护之下呢 他一党啊 这个一家独大啊 所以说他封杀人啊 封杀的真的没有脾气 那么最近荣健先生在揭发这个微信啊 就是说你说我造谣你都有个根据啊 他根本不屑搭理你啊 你荣健已经算个大V了 对不对啊 我就杀了你怎么办 我不需要出示出示任何证据啊 最后荣健在开始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揭发这个微信啊 他就想怎么样到美国来起诉这个微信 他到了一种狂妄的没有没有底没有边界的一个地步 那后面就是为什么呢 他不是一个商业企业 他面临着他跟消费者的关系 他必须通过消费者的规则来处理 他不到不另不另这个 只有这种变到强权的这种机构性质的时候呢 你才可以如此的嚣张 不在乎消负责 而实际上这个微信在某位上 他已经成了这样一个啊 政府在他背后 他已经不把消费者当人这样一个地步 他的性质已经完全变了 所以我们很多 像我们这辈子人感受到了微信的这种危害 实际上更多美国的年轻人喜欢用啊 这个抖音啊 包括这个啊 这个一些商业人士都在用 最近看最近亚马逊这个乌龙事件啊 刚开始说要禁了 后来又不禁啊 后来昨天我看消息实际上有些企业也禁了 像这个富国银行 所以已经禁了这个抖音了啊 这个商业公司也也是采取一些行动 所以说对这两个东西的这种危害性的这个认识呢 企业和民间以及美国的政府 已经是应该是一个不断升级的一个啊 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终于到了这一步 我们原来感觉到就是说啊 这个东西尤其是微信的这垄断地位呢 终于会进入美国政府的这个演练啊 会把它啊给给给控制了 现在到了这样子到了这个阶段了啊 怎么办呢啊 华人真的不习惯 很多华人他来了美国人在这儿 但是他的这个精神的享受和这个 基本上是通过微信啊 跟中国架起来的啊 他如果你陷入到微信的这种信息之中的之后呢 美国任何信息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接受 然后每天这个微信 给你炮制出无穷无尽的 无边无际的 耸人听闻的 加了色彩的这种过程的消息 足够你消化掉了啊 当然你可能很多人消化不了 所以就陷入到这样一种 这个怪圈之中 在某位上啊 美国人把这个微信和这个抖音啊 升级为信息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定义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好啊 这个现在还有人怀疑 说美国政府真的会不会下手 到这个阶段了 还有还有人觉得美国政府不会下手 有些人还从着侥幸啊 这问题就在这儿 你看蓬佩奥对这个印度 把那个中国的APP给下载 这个蓬佩奥专门表示赞赏 你就可以发现了 美国在交易是有认知的 那么早一段时间 中美之间老是在就媒体 战亚在进行打嘛 你把我的媒体记载干掉 我把你的媒体记载给去 去支撑 给你限制很多自由 我当时就说这个没什么用的 谁去看什么人民日报啊 现在有思想的人 还会去看信息TV吗 觉得我们李恒青 每天看一位 没几个人看嘛 对不对 但是你微信是每个人都受他的影响 无形中间时间一长啊 对人们的这个控制力之大呀 是我很吃惊的 因为我每天左后的右的消息 我都会看一下 我看多了以后 我就发现 有的时候左的真的是有道理 有时候发现 右的东西也是有道理 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中间 我都喊了就选择一个 我是选择共和党和民主党 我都现在为止坦试了说 我没办法做出这个选择 那就是因为我双方的心情 都会接受他 福盖斯我不喜欢他 但是我看到的报道 对不对 因为他是了解白宫的 动向的很重要一个来源 那么这个纽约18 我不喜欢他 但是他有很多的 走盘的知识分子的一些 看法和意见 对吧 华尔街日报 我不喜欢他 他关于很多的 这个华尔街的这个资讯 甚至包括很多的 重大的这个公司之间的内幕 他报道的非常的强势 你喜不喜欢他 你都会从他的媒体里面 带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出来 但是你是个开放的 一个思想体系 而现在的就是说 社交媒体的特征就是极端化 对吧 如果他慢慢慢慢喜欢 会相信他 写在了一个心理范围 他就越走越走 越走越走 你真的就发现 这个脑子就可以被洗掉 我已经都不相信 怎么会下面洗掉呢 怎么会呢 这个乌合之众 就是讲怎么洗脑的嘛 对啊 这个戈贝尔怎么已经把这个洗脑的原理 进行到高度总结啊 就是因为洗才能行成功 而且中国人最容易被洗 他这个中国人告诉你啊 他没有多少自主意识的 他上需要一个皇帝 下需要一个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到了美国来 他丢掉这两个东西的话 他觉得浑身不方便 他真的不方便 他还需要 另外还需要一个小组织 小集团 什么你看华人到美国来之后 一定要组成一个同乡会 每遍地的这个破破的同乡会 拉几个人就是一个同乡会 然后这个同乡会 跟这个中国大使馆 领事馆进行无份链接 根本就不需要中国大使馆 出面去组织啊 你就找几个小小的 这个喜欢的 这个这个搞这个拉帮接派的 这些人就建一个同乡会 自然就把你那批人给 总结出来了 你说这个 在在在美国的什么 北京同乡会 湖南同乡会 湖建同乡会 多少个 城出不尽的吗 啊 这就是他们跟那个国家的 精神纽带 伦理纽带 生活的纽带啊 也是跟这个国家的皇帝 跟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 他的纽带 他脱不了 他这样 这个继带他永远脱离不了啊 他怎么能脱呢 所以说我告诉你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微信啊 这个事件 我现在预测一下 如果美国要进微信的话 一般华人可能会起来 写信请愿 反对美国政府进微信 你看吧 我先做个预测 嗯 好 嗯 那这个 我们的编导 麻烦你做个事 请 请你做起 请大家来把这个名字 加上中文名字 因为我都不知道 加是编导 或者帮助我加的 因为我这个账号是 公司给我的 那么请大家一定要加上一个中文名字 因为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现在 有不明身份的人开始进来 嗯 那么用中文名字呢 是一个比较有效的 这个 管理方式 所以敬请我们的 这个 这个 在浩台的观察员 也麻烦你们呢 这个 改一下中文名字 好吗 啊 那个 老何讲的这个 注意事项之后呢 我给大家宣布一个 最新的一个消息 就是 清华大学已经 不不不不 对 这个事情呢 我们要单的做一个节目 啊 就是在这个节目之后 啊 就是等一下 马上我们就做一个节目 就是你觉得我们查在现在 做还是 马上做 啊 我听您的安排都可以 对 嗯 只是给我们先预告一下 对 嗯 啊 或者说呢 我们就加一个题目 等一下单都剪出来 好吗 对对对 我们的编导 你你写几个字 还是我写几个字 你写吧 你写吧 对啊 嗯 啊 就是我写给这个 这个编导啊 对对对 嗯 嗯 我马上写给他 在哪个地方啊 啊 许张荣的消息 有最新进的 嗯 对 我知道 嗯嗯 我就一直在考虑 没告诉你 先请这个我们的 这个 一个一个嘉宾 一个观察语 让他先讲讲话 好吗 对对对 嗯 然后我来写标题 来请打开 请万达先生讲话 这位先生您可以讲话了 万达先生您可以讲话了 哎 观察先生不能讲话吗 编导有没有看到我刚刚在那个 我们的工作区加了一个标题 能不能马上你加上去 我们周围 现在马上要讨论的一个话题 然后等一下全部完了 然后先把这个单独剪出来 哦 啊 您看到了吗 我写的那个号台 我看到了 看到了 要麻烦你找一张 水教授的照片 好 好 现在您可以直接开始 这个标题你已经做好了吗 我已经放上去了 哦 万达先生现在不能讲话啊 那我们就先做一条最新的这个消息 最新的消息是我和陈小平啊 我们还没有交换的 我相信我的消息就是你掌握的消息啊 啊 那就是清华大学啊 正式开局了许章任先生的两个职务 一个是老师的资格就没有了 不能教书了 第二个呢 公职没有了 也就是说了 啊 他也不顺于清华大学的这个职员了 我这个消息准确吧 跟你是不是一样的 对 嗯 厉害啊 你厉害啊 嗯 啊 我不厉害 这个我跟你学习 哈哈哈哈 你张口是吧 别讲了 我知道你讲什么 嗯嗯 哈哈哈哈 对啊 刚才我们还说这个消息 这个这里头有一些 静悄悄呢 这消息就来了 嗯 对 那你讲的 你来讲一讲啊 就是大学里面开出一个人的教职啊 他有些什么程序 那么许章生最近经历 他是已经不准他教学了 嗯 对吧 对啊 这个开除教职 我是属于这个 呃 他还 我跟你说 我经历的这个处分呢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啊 我经历的不是开除啊 是除名 这是有区别的 嗯 嗯 但是他们呢 没有开除我啊 他用的是除名的方式 嗯 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我记得从当时他情况来看啊 他说你要是被除名的话呢 你可以去新的学校 新的地方去这个啊 继续当老师 嗯 而如果你被开除的话 你能当老师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说等于是除名是一个比较委婉的 给你留有后路的一个做法啊 这个开除啊 我估计应该说一种最严厉的老师的一种行政处罚 我分析这样 我又我去我离开中国这么久了 我不能够具体的解释啊 大学开除是一种什么因子 性质的一种一种一种处罚 但是我估计是一种行政处罚 嗯 你把许正润的情况介绍一下 他最近几年是写了什么文章 那许正润这个 他是说说说实在话 他们找了个名义呢 是怎么弄他的呢 让他这个 说是他啊 到了退休年龄 让他退 实际上他根本就不到退休年龄 他62年了 到今天才50多岁 58岁 嗯 一般中国现在大学的教授 可以到多少岁呢 我所知大概是65岁 大家大家不 大家如果要要要要要跟正的话 65岁 你就是教授享受这个正部计待遇 65岁对 退休是65岁 嗯 所以他离这个退休年龄还早 还早着呢 但是实际上他这个怎么说 他这个 他这个这个这个 没有教职已经满长时间了 是怎么回事 你能不能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 什么时候没有教职 是什么原因 没有教职以后 他会领多少薪水 这个领薪水就不知道 他他没有教职的话 他可能很多奖金都没有 他就是基本工资可能还有 很多过程补贴没有 你看他这个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回顾一下吧 12年 这个我看了 17年 许章润 开始他这个从法学领域进入社会批评领域 是17年开始 就北京是驱港外来居民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行动的提出核心性审查 这是实际上是许章润 这是实际上是许章润在这个教学以外第一次开始作为一个我们叫做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嘛开始出场 然后呢到18年7月的时候呢他写我们当下的恐惧期待 这篇文章呢让他成为一个著名的啊公众人物 这篇文章呢啊这个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影响 因为他当时是批评领导人的倒退啊 然后同年年底他又写了一些写了几篇文章啊 到19年3月的时候呢清华大学暂停许章润一切教学职务和学术工作 禁止上课招生并且启动调查程序 嗯 所以许章润这两天是在我们这些做新闻那里 这些这些人的扫描方的一个著名的人物 他不断的有新闻啊 那么这一次人家分析他被停止是因为他的文章批评这个中共领导人的缘故 嗯 然后呢 这个他被停止学术职务和学术工作之后呢 有素版人啊写信就是开始声援他 就是他的这个国际影响已经开始出来了啊 甚至于这个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啊 大陆委员会主任等等都已经在声援 以国际学的东处啊 恢复清华大学恢复这个许章润的职务 那么我们看这次把他弄的嫖娼事件之后呢 东京大学也在出场啊 为他民不冤 那你得了解许章润这样一个书生型的人物啊 他怎么走上了这条道路啊 他原来不是那么有名啊 原来好像参加异议活动也不是那么多 他为什么后来变得越来越勇敢 而且越来越这个这个这个直接去参与这个政治的这个理论的范畴这些事情 那个他呃实际上呢 也我们因为我对他相对算了解嘛啊 就是实际上1989年的时候呢 他他是在最前面的啊 政法大学不是占领新华门吗 他是占领新华门的领带头人之一啊 在那个时候他是这样 但是呢89年以后呢啊 许章润先生这个安静了一段 嗯安静了一段 他开始比较沉迷这个沉迷于这个书宅的这种研究啊 他我是知道这个因为我们那个平房嘛 从我们家走到他们家一清二楚 看的一清二楚 就是他的那个房子里头啊 书多另外客人多啊 整天高棚满座 嗯嗯 那么呢因为他学的这个专业嘛 劳改法嘛实际上跟现实关系很近啊 后来他转向研究这个儒家学说和简单 转向于这个梁宿明 我还是从他要离开战法大学去澳洲留学的时候 他告诉我的啊 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 他好像是一个梁宿明明 对吧 他在读书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他这种突然的转型 真的他要离开以前 他他说我要 他跟我打招 他说我要离 我要出国了啊 我觉得挺突然的 嗯 所以我就问他 我说你去那干嘛呢 他说他去读这个啊 搞研究这种宪政的 儒家宪政之类的这种研究 我挺惊讶的 我觉得他专业上啊 有一个 有一个U-turn啊 很大的一个转变 嗯 然后他 他从这个澳洲回来之后呢 啊 我已经不在政法大学 我就后来 我就他没回政法大学 他去了清华了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 嗯 像他们夫妇两个人 那个时候都是政法大学的老师 嗯 但1989年之后呢 他出国 后来我就听说 他们夫妇都已经不在政法大学了 嗯 对他们是在澳大利亚拿到的 这个法学博士学位嘛 对 嗯 他这个 从这个回来以后呢 他是94年他去的这个澳大利亚 嗯 去然后按两千年的时候呢 他到清华大学 啊 回国之后 他然后去了清华大学 等于是他等于从澳大利亚回来以后 就没进政法大学 直接就去了清华大学了 嗯 对 因为清华大学到处在招并骂嘛嘛 他一个政治系 他是在哪个系 他在法学系是吧 他是去清华法学院啊 嗯 啊 法学院是一个新走进的法学院嘛 他的地位怎么样 在学世界现在哪些 进入了这个 清华大学法学院呢 清华大学的法学院 在法学院之间 算不上什么 法学院 好学法学院的 他后来 他 靠他的位接嘛 他买 买教授 挖教授 不断的挖 然后呢 慢慢的开始 建立了他的这个名声 实际上他是从这个一张白子开始的 这个后 后来他是从一张白子开始 往这里头发展的 他买了很多 引进了很多教授 所以现在他成了这个中国著名的这个 大学里面的法学院 嗯 已经听了说比较有名了 应该像现在说 当初的时候他一穷二白 什么都没有 对 嗯 那你觉得这个 这个许正任先生 他这一次被处理 把他工资给开了 这个教授给开了 是为他下一步 要继续整治他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过程 还是他这个事情 就有点像那个张雪珍嘛 像张雪中 对吧 一样的 也就拉倒了 你觉得哪点可能性更大 这个 实际上这次呢 对他的打击呢 是双重的 一个是把他从清华大学这个体系中给勾掉 因为清华大学不管怎么样 他跟许正任有关联性的话呢 等于在某个意义上多了一层保护伞 你在处理他的时候 你说你处理的是一个清华教授 等于为下一步北京下手处理他 我觉得清掉了一个屏蔽 屏障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这个打击呢 是什么呢 他给他按了一个嫖娼的这个名字 这个除非这个许正任 坚定出来的去 这个发声 否则的话 这个他们会一直把这个东西按在他的头上 因为要听到他的声音嘛 但是在这样一种高压下 他可能不会让许正任出来说话 所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压制他 来把这个事情进行一个澄清 我觉得这是 当然以许正任的性格来话呢 我觉得他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那么我觉得如果许正任再爆发的话呢 他他们会出更重的手 所以这一次 就是一个是他的名义上的一个 名义上的一个污点 另外一个给他 把清华大学这个保护瓶给你拆掉 对对 因为你倒是刮一个名字叫清华大学教授 对吧 不一样 然后再搞你的话 你就是无业游民 我老陈从八 我从正华大学除名之后 我出国的时候成了无业游民的 护照上写的是无业游民啊 你怎么无业游民 你不是在纽约时报工作吗 他不是那个呀 他我的护照上写的是无业啊 他就是从这个上面 他认定你就是无业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游戏 就是有这种小细节在里头 你对史正任教授 写的那些文章的管理怎么样 我也看到他怎么写成 半王文年文士的这种文章 你觉得他是有益的 还是觉得 他就是 这个东西跟他的这个自学风格一样的 他的爱好 他喜欢倒退这个几十年去写东西 他的东西真的是 如果从公共影响力来说 你要不仔细读 你是读不懂的 还要告诉你 读现代汉语还要查字典 那是这是因为读许章荣的文章 对不对啊 某个意义上 他是有意识的这么写 说实在话 半现代文 半文言文的那个意思 他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这显示他在学术风格上 给人的不一致 那么他这种表达方式呢 在某个意义上限制了 他的文章的传播 但是即使这样 他的文章也是这个 传播的很厉害 因为有些东西他 就是很那个 很很很那个 直白的一种表露啊 你你通过文言文表达出来 你也 你也绕 也也也也非常清楚 那个他的意思非常明确 就是那样的啊 你没法绕着绕去 你绕不动 绕不动 就是非常的有针对性 非常的像这个匕首 你看我给你念一段啊 你看这个 学生说够了 这发霉的造神运动 浅薄的领袖崇拜 这就是白话的 对不对啊 够了这无耻的歌舞生平 安脏的心念寡词 够了这个什么 这遥遥漫天谎言 无边无尽的苦难 够了这细血的红朝政治 贪得无厌的党国体制 够了这七十年的荒唐错乱 一步步刀刑逆施 够七十年的四三血海 更古罕见的红色暴政 这种文章 他就不 他像诗 对不对啊 他像散文 他也很白话 也非常有政治性 真的是 这个让人读了是 极其不舒服的 极其不舒服的 这么写 也是非常的直白的 所以他这种 白话和现代的风格 兼而有之 北京必定是他 我眼中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林安有先生话说 他被抓 一点不惊讶 这一天终于来到 就是这样 但是 但是我觉得 他绝对没想到 他被抓是因为 朴昌明被抓 这个东西 这个游戏 所以那个清华的那个 郭玉华教授说 瞟你大一点 真的 你把这个游戏 玩成这个样子的话 所以郭玉华的教授 我觉得一点不过分 他就这么 就这么 就代表一种 一种情绪嘛 许先生这个 他在日本 当访问学者期间 听说他的身体不太好 到了后来身体 好了是吗 那是个 据我所说 那是误诊 他有肝癌 真的是 这个对 实际上人啊 你说被诊断为肝癌之后 那不就是等于是 卫生战线的死刑判决书吗 对呀 对不对呀 所以说 我觉得许专任先生 已经死过一回了 就是 就是他已经意识到 时日无多 对吧 那种生命的恐慌中间 也是有人说 就推动了他在后面 准备 因为我没有什么生命了 但是我 我的生命可能有限了 但是我要 把我的思想的光芒 发挥出来 但是万幸呢 他是这个 是误诊 非常好的消息 确定 对啊 人在大病以后啊 有的时候是生命自制度外 任何多活一天 那都是捞回来的 那么很多1989年64过来的人 就有这个心态 就是说 自己今天任何遭遇 跟已经被死去的那些人来比 都不算什么 这个命活一天 都是捞回来的 这是一种感觉 还有些人呢 经过大难之后呢 更加珍惜生命啊 你像我经过大难之后 我更加珍惜生命啊 你不是 你不是珍惜生命 你是珍惜 生命 你故斗了 你看看 就不一样嘛 这个东西 就是说 就在人的生命很脆弱 啊 人的生命很脆弱 不堪一击 那么 你别去跟天斗 跟地斗了 啊 也别跟人斗啊 我说我现在跟谁都不斗 这个是最好的优良品质 对啊 我不跟天斗 我不跟地斗 我不跟人斗啊 我也不跟中共斗 我只是说跟和平斗 做新闻嘛 那么我还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在这个 这个 许章润和任志强先生 两位先生之间 为什么许章润先生 真的是一个星期就放出来了 哎 这个任志强先生还在里面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许章润的这个方式呢 从刚开始我们第一次做节目 谈许章润的 我觉得是在意在这个啊 妖魔化他 侮辱他这样一个啊 这样一个策略出发 啊 因为这个嫖娼这个罪名嘛 他只是一个 如果被坐实的话 也只是一个违反自安处罚的一个行为啊 那么给你拘留几天就到头了啊 发点款 如果呢 你这个不是一个敏感的事情的话呢 实际上跟警察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最后买一个平安 这种事情 嗤空见惯 这就是他为什么回来的一个原因 他从一出牌 他就是往这个方向定 定的话就是要侮辱他啊 让许章润 这样一个金字招牌 上面有一个污点 这是他出牌的一个问题 出手 而那个任志强不一样 任志强 迄今为止 弄他之后 没有编出一个名义的 没有一个出师有名的一个名义啊 他就是通过黑箱 把这个 把这个任志强给网进去了 现在任志强 现在在一个黑箱之中 然后呢 再通过搞定任志强周边的啊 有密切关系的人 让他们啊 住嘴 再通过搞定任志强先生的亲人 等等一系列的方式 让他们住嘴 所以说让任志强进一步落入一个黑箱里头 现在我们听不到任何关于任志强先生的信息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抓任志强之后 他们把任志强身边那些人通通给搞进去啊 啊 那一种恐怖 真的是到极致 我们啊 很多人啊 不知道共产党的厉害啊 都在说进去之后 如何如何的当烈士啊 当王 这个像我开爆的王城啊 之类的啊 我就一再的说 我说你不要低估中共的这种底线啊 没有几个人进去能扛得住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进去之后 他们 有的时候并不直接折磨你 他们折磨是你的亲人 折磨你的妻子 折磨你的女儿 折磨你的儿子 折磨你的父母亲 甚至于折磨给你八杆子打不着的人 很多人很多硬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打下去了 就是行了 你别折磨他们了啊 你冲着我来 你你愿意要什么 我给你写什么啊 说什么电视认罪啊 什么认罪书啊 几乎无有无大应 大体上都是这样 当然这里头有非常罕见的例外 那么最近的王全璋 他就是大死了 不低头 你怎么折磨 你给我多大的好处 我也不配合 所以你看他多惨 真的很惨 然后他的妻子在外面为他呼吁的行动 还被妖魔化 你可以看见那种舆论那种恐怖啊 他的妻子为他呼吁被外面的这些人 一些大V给妖魔化 人在里面 他老公在里面遭罪 他的妻子在外面为他活动被妖魔化 这种攻击真的是P2P的攻击 这个无缝隙的这种攻击 你可以想象的 他们用一批舆论宣传队伍来干这种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啊 英雄孤单啊 这个英雄这个什么短气短啊 因为你面对的一个 他是一个没有底线 给你进行游戏的这么一个对价啊 你扛不住我啊 所以很多人被迫妥协 真的没办法 我们老何说你别招 你别拷骂我 全招啊 你的方式也是对的 根本你别废 你一抓我就全招 对啊 你也必须折磨我老婆 你也必须折磨我孩子 对啊 我是采取的方式是第一 不占任何的实际的政治啊 什么这个组织那个组织啊 无论是亲共还是反共 我统统不参加 然后呢 我只做新闻 新闻的事情就是公开的 对吧 啊 那么这个 我该讲的话 在媒体上已经完全讲出来了 啊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就是 我不去中国啊 我就不跟你做任何交道 对吧 因为我这个人是这个 这个比较软弱嘛 比较害怕这个酷刑 你不要说酷刑 就不给我吃饭 我都完蛋了 啊 所以我就我就就就就 干脆采取这种方式 那么开始他们也是 对我比较紧张啊 因为我还真要搞一些 什么革命 好久一看看 哎呦 你这不是在海外 放过新闻饭吃吗 也就算了 啊 就这么回事啊 我刚才拿到了 是张润先生最新写的几个字 我不知道我们的编导 有没有放出来 你看不看得到 如果你看不到的话呢 我给你啊 看一看 我给你看看啊 你看到了吗 看见了没有 嗯 我是看到 我看到那些字 放心吧 嗯 啊 就是 因为他现在也不方便 多讲话 嗯 是啊 不方便 很不方便 方便讲话 你看这个 你看被抓进去的这些人 放回去之后 实际上在某个意义上 他有一些妥协是必须的 否则你出不去 你看张雪忠被抓了以后 他被放我感到很惊讶 因为同样的案例啊 余文森啊 就现在被颠覆政府 对吧 然后张雪忠呢 被放了 嗯 然后放回去之后 你看张雪忠事实上的 一句话也不说 啊 在某个意义上 也是一种妥协 他不敢说 他在在说的话 他随时把他抓进去 他你面对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一个 一个一个王家 那没办法的事情 嗯 那么许张荣这次 他现在没有说话 但某个意义上 他也是面临着这种警告啊 毫无疑问 面临这种警告 嗯 他这个时候 他能够这个时候显示这种气度啊 那大家放心啊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的了 真的很不错 对 那我们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情况的这个残酷啊 远超很多人的想象 尤其是没有跟这个国安 公安面对面的较量过的这些人 往往想象不到那种残酷 嗯 所以让我们的海外啊 一想到啊 如果北京的模式 向全世界去渗透 我们将会面临一种 什么样的生存环境 大家一定要很清楚 嗯 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 嗯 我们这个话题讲到这里 下一个话题 是我们最后一个话题 对 嗯 这个话题是讲中美投稿啊 投稿还是不投稿啊 北京心里 心里没底气啊 做好两手准备 对吧 对 嗯 我的观点跟你就有很大的不同啊 嗯 那我认为呢 中美之间情面突高啊 没有可能性啊 或者说可能性极低 嗯 但是呢 中美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的冲突 尤其是中共现在的意识形态的对西方的这个侵蚀和挑战 那是使美国没办法接受的 胡亢还 中共还想取代美国啊 中国在野内已经没有别的国家了 只有一个美国啊 啊 美国自己当老板啊 当霸主当官了 怎么能迎刃一个中国崛起呢 所以这个当年的民主国家啊 西德崛起 美国也不高兴 对吧 也恐慌 那么这个日本崛起 日本第一 对吧 复告一写的 那么美国也不放心 啊 美国已经在二战之后成为世界霸主 已经习惯了 心里面呢 他不安全 有一个第二个人向他挑战 而且何亢呢 这个政权居然搞的是 美国人啊 或者西方人很业务的啊 而且啊 很多国家都已经证明是彻底失败的 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啊 所谓的啊 斯大林主义 所谓的马克思连营主义啊 一种意识形态跟西方文明的一种对抗 所以基于这些因素 我所认为的中美关系 肯定会脱高 但是呢 只是部分脱高 啊 肯定会对立 因为双方的价值观和双方的利益 和结构性的关系都决定了对立关系 但是要回到 存在的冷战时代的 啊 美索两个政令的对抗 这种可能性非常低 非常低 但是美国现在是鹰派占上风 右盘占上风 民气占上风 啊 所以呢 美国无论是自己的心愿 正确自己的心愿 还是迎户民意的心愿 肯定不能对中国友好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两个总统好选人 都在比萨看谁骂中国 骂得比较爽 老百姓比较高兴 但是在实际来讲 啊 两国之间如果回到冷战的时代 那个对双方的伤害都非常大 啊 以中国今天的这个力量 对美国的伤害也不能低估 啊 而且中国的这种启动性非常强 啊 有时候一种启动性是比较不错的一种理想 有时候的启动性他就会把很多事情走挖了 走斜了 那中国很多方面就是启动性太强 你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优点 但是启动性太强 也是中国人有时候不顾底线的一个台证 所以美国站在哪一个角度来讲 都要围堵中国防止中国打压中国 啊 除非中国也接受了这个文明的规范 那即使是接受文明的规范 美国也不会太高兴 对吧 不会太高兴 啊 他也会提防 但是跟现在不同 现在是结构性的冲突 但是因为双方实在有他的利益 牵涉在一起 你说美国啊 找到了中国这么一个市场 对吧 很多科技产品出口到中国去 对吧 而且进口中国很多零价产品 中国还满你的一些农产品 美国到哪里去找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去帮助他的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这个补作啊 辅作啊 那中国来讲更是这样的 你中国的东方国家加在一起 现在可能也只有一半嘛 可能美国市场的一半嘛 欧洲的市场是不是差不多 但是也没办法跟美国比 那结束是有 这一年六七千亿的这个 这个产品的销售地 那不得了的惊讶啊 所以看在钱的份上 看在钱的份上 看在这个各自的 这个经济的形势的 这个这个份上 我认为中美这关系 在目前看起来 要完全的走向突高 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少 走向冷战的可能性也是少 那走向热战 那就几乎没可能 因为那段可能性太恐怖了 甚至可以叫不可想象了 这就是我的一些 就是基本的观点 这个何平先生啊 对美国和中共关系的看法呢 我总觉得太乐观了啊 他总觉得两个人 两个国家要做生意啊 因此呢就不可能冷战 也不可能热战啊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推理 但是呢实际上啊 这个两国关系的 这个这个算盘啊 早就超出了 做生意的这样 唯一选项的这个考虑 如果你要以这个 做生意角度来解释 中美关系的话呢 你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要打贸易战 你不能理解 为什么美国要制裁 华为要制裁抖音 要制裁微信啊 等等一系列的制裁行为 这里头会 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值得探讨 探讨的是中美未来的关系 它的一些具体的一些 切面怎么回事啊 那么大的方位 今天我们谈的实际上 是大的一个方面 脱钩还是不脱钩的问题 那这个范围非常广泛 是不是啊 那么实际上 我早就做过脱钩的节目 我觉得现在在谈我的话 旧话题没有意义了 我当时就说 国防科技方面的脱钩 要脱得一干二净 事实上也是这样 要脱得一干二净 那么最有千年的啊 毫断思念的 就是经济这一块 那么经济这一块呢 我觉得天助这个脱钩 在某个意义上 就是这个疫情 让美国人意识到 很多产业 关系到 虽然是平时看来不重 但是现在 看起来对美国太重要了 这些产业必须争取 移回到美国来 那么这一块也在加速脱钩 实际上是把经济关联里面 这种大蛋糕 要准备切掉很大一块 那么接下来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 这方面的一些行动 包括让华尔街 停止跟北京的输血 最近这个铁路工人养老金计划 警告他们不要去北京去投资 这也是一种经济上的脱钩啊 所以说经济上的脱钩啊 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这些 这像陈友荣先生说的 你不可能一下脱得干干净净 那这看 只是在一个程度上的一个区别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谈这个脱钩 还是脱钩 是抽象意义上的 为什么呢 那不是我和你和平先生 谈这个问题了 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他在一次的演讲之中 他把这个事情脱出来了 讲出来了 有人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 但这并不意味可以 无视历史另起路灶 更不意味可以 不顾时机强行脱钩 那么 这个王毅的这个讲话呢 翻译称 我们比较好懂的话说 我们要离婚了 王毅说不行 不能强行离婚 然后说 美国人说 我不带中国玩了 然后王毅说不行 你得带我玩 就这么个意思 现在这个形势 真的是到了一种 美国不带中国玩的地步 这才是真正意思的一个脱钩 那么这个时候呢 王毅说 你得带着我一起玩 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 这样一个话题的一个 一个背景 我真的这样解说 你讲 那么王毅为什么要在这个 在这个情况下 讨论这个 不能强行脱钩的问题呢 他肯定在某个意义上 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判断 而中美关系的一种判断呢 我觉得在北京应该有 几种声音 真的有几种声音 不是一种声音啊 那么有一种声音 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 实际上是这个 原来的中年中年部的那个副部长 叫周立的啊 他就讲到中美会会脱钩 要北京做好准备啊 事实上 我跟陈耀龙先生节目 在我自己的节目里 我都谈过 北京政治局常委会 4月8号开会 就做了这个 底线思维的准备 外部环境严峻 要做好底线思维准备 心理准备和工作准备 在某个意义上 北京想到了 中美之间关系的最坏的结局 包括脱钩 但是呢 最近王毅和外交部副部长 岳玉成的这个讲话 在某个意义上呢 代表着北京 另外一种思考 就希望这个钩不要拖 不要拖 但是呢 又反映出什么问题呢 北京对美国 到底要不要跟脱钩的 这种战略研判 在某个意义上 就像我跟你资金 今天讨论的问题一样 有争议一样 没有定论 可是北京事实上 你像一系列的行动 他们已经在为这种脱钩 尤其是金融脱钩 这是金融脱钩最重要一环 在做准备 包括这个 昨天我看那个华尔街 华尔街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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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个 那个消息 就北京在做人民币国际化的 这种准备 华尔街电视是吗 对 华尔街电视对 北京在做人民币国际化的 一个这个准备 就是因为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 啊 关联性太大 而中国如此不堪一击 让北京非常头大 嗯 这是他们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 那么最近有有这个温铁军的讲话 说如果 美元跟从北京脱钩的话 那是毁灭性的 那北京事实上 像方兴海啊 这些人啊 都在说北京你该做这种准备了 在提醒北京 可是呢 北京因为原因 各种原因的问题 说这个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的话 除了政策要搞地震之外 另外至少要数年到十年的准备 才能够走出这一步 根本不容易的 所以北京现在啊 在某个意义上呢 着急啊 想做准备 可是呢 因为各种原因 他准备根本就来不及 所以我星期五我就做了一个节目 我说为什么北京这个时候要求和 他不是说要想真的给你好啊 在某个意义上 北京是想的最坏啊 但是现在想拖延这样一个 脱钩的进展 在某个意义上 美国政府这边 也没有想在上面一下子拖完 拖完的 真的没想到一下子拖完 包括这个他要继续让你搞这个贸易协议 就是一种呢 不愿意一下子拖光的一种一种标志 但是随着未来中美双方啊 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新冷战的一种推进呢 这样一种脱钩的进程会加快 脱钩的领域会增加增加 当然最更多的领域是在经济领域 很多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有一系列的这个制裁 都是在加速中美经济的脱钩 这是我的一个大体看法 对啊 我们的两手准备啊 一手是准备脱钩啊 一手 我觉得从战略来讲 北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 而在美国来讲 他也不断的在 就是采取自己的这个力量 通过不断的这种行为 来去看看美国自己受到的伤害 美国自己付出的这个代价 确实它是一个一个动弹的过程 那在中国的角度来讲呢 它是所谓两手准备啊 第一手呢 它可以跟美国释放所谓的合法的信号 但是从三十年来我所看到的中美关系的发展 中共有时候他会讲一些诚言的话 但是相当多的情况之下 都是软化我是他的主流 很多的常会像当当时候的这个 叫李什么李洪当当的那个侄子 叫叫李什么 这个李道玉对吧 到这个到时候的江泽民 当时候的刘华秋对吧 都是在想尽一切办法 去缓解中美关系 包括当时候中国的南斯拉夫大使馆 被炸了以后 这个中国的一个海军航空兵嘛 海军航空兵被 王海 王海被击落了以后 那么中国实际上都是 马上叛国了进行和解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刘啊 这个叫什么东西啊 杨家驰对吧 也是要求跟美国方面进行谈 那么他们希望能够保持一个高通的管道 双方产生减少一些误判 这是北京希望达到的 但是你说北京方面 完全是在求和吧 或者是我看影片里 明镜是 不可能求和的 这个你从今天第一个话题 我们就谈了互相制裁 这像求和的信号吗 这是家具的信号 对啊 同意 对啊 这是家具的信号 我就希望你们 我就希望 这个家具才符合两个国家 大肆走向 求和事 我们网友都在说是烟幕弹 是迷惑对手 对对 我完全同意 我明镜新闻台今天的标题叫 北京又求和了 不过是北京哪里求和 北京都是偏常化 就表面上的文章 跟你说啊 我们应该和好啊 我们应该怎么样 北京心里面早就在想 你啊 你们现在内斗 你们选举 你们现在极右和极左在干仗 你们黑人上街 你们白人上街 你们这个南北战争又开始了 就是这么说 就是北京看到的美国的消息啊 他们真的是认为美国一塌糊涂啊 知道吧 他还是要呢 这个呢 忽悠你 忽悠你 那王毅那个东西就是忽悠你的 包括杨洁篪到美国来 也是忽悠美国人 但是双方也没办法 你即使打仗了 你还要有 有这个使者 对不对 那双方之间就是 还是要传递一些消息 我觉得北京方面啊 真是组好了跟美国要战斗一番的这个心理准备啊 程上到下都有这种政治气氛 独裁政府它有个很大的特征 在我们看起来你神经病啊 你跟国际社会搞这么多国家的搞将关系 对吧 有澳大利亚 有日本 又是加拿大 又是瑞典 啊 又是英国 对吧 但是还有印度 但是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讲 一个恶劣的外部环境 是有利于独裁者找到他的临走点 他任何环境 对吧 独裁者啊 这个最近告诉你 我给你举北京几大新荒 几大新头 丫层的地方 这个地震 水灾 对 是吧 这个新冠 美国制裁 对 诸事不顺啊 四大灾害啊 是不是啊 他乐啥呀 中国和美国这个关系 今天你看他这一招 叫对等制裁 你看得出王毅和岳毅成那样的说法 是要给双方缓和吗 一点不像 我早就说过 北京你如果要想跟美国缓和的话 你先把南海那个岛给我拆了 你能解决吗 一带一路你给我停了 你能解决吗 对 这个香港国安法你给我废了 你能解决吗 现在北京市把所有的事情做成了一个局 然后再回个头来说我们来对话 把自己的牌加大 把这牌抓到手之后再做下来对话 有这样的对话的吗 看看白宫白宫对华的新战略 白宫早就放弃了给你面嘴活的那个机会 那种打算 那个最新的白宫对华报告 交友国会的那个说 美国放弃浪费口识的给你对话方式 以后要用威胁和制裁的方式来跟北京打招呼 这个话难道北京 这个信息难道北京没看吗 北京现在似乎没有跟上这个形势的一个变化 当然了 你既然政治局常委会4月8号就说好来搞底线思维 那你王佑出来求和 那不显然就是忽悠吗 包括这个杨洁篪下位也是忽悠 是不是 只能理解他想把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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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缓兵之计嘛 你给我点时间 北京需要时间啊 我不知道他有多少时间 如果你要搞人民币国际化的话 昨天我看那个华尔街的那个电视 人家分析要10年左右啊 怎么准备这10年啊 对不对啊 你没办法准备的 我就我就不知道北京怎么想想什么东西 那么如果美国要制裁那些企业 你能担得住吗 这个礼拜 制裁的香港的个人和企业啊 出来了 那么如果那个银行帮助他们那就是一个孟晚舟的那个类似一个那样的一个事件 现在香港至少有两家银行在准备为这个这个星期川普总统要制裁香港做准备 因为如果被制裁的官员比如说陆惠宁对吧 对啊 他把他这个呃在汇坊银行存款了啊那美国是可以制裁汇坊银行的所以汇坊银行啊 他们就开始清理这些如果你被制裁了我对不起我不要做你的生意了 这不是孟晚舟不是就这么爆发起来的吗啊 美国制裁伊朗 然后那个银行要跟伊朗做生意被美国政府打住了 对 是的 最后最后罚款十个亿啊 还倒着孟晚舟最后把孟晚舟的事情都兜出来 最后中国政府还恨这个汇坊银行 所以现在汇坊银行啊很糟糕啊 在那边讨好北京啊 北京不领情啊 他为什么我看的数字吗 汇坊银行全球利用的90% 来自于中国人 对 所以他要下跪啊 这个资本家这种伦理啊 你有时候啊你没没办法欣赏 可是他就是这种伦理 有钱我就下跪啊 真的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美国不一样了 美国说你汇坊这么干 我也得制裁你啊 你到底敢得罪美国 你还敢得罪中国 你想清楚了 现在就行 如果这个金融制裁 这个美国这个国会 现在要制裁的这个东西 就是这么玩的啊 我制裁的人和企业 你不能跟他进行金融玩来 你进行金融玩来的时候我就制裁你 这等于是没有这个打击港币 但是把你这个香港金融机构的这个 这个手脚捆住了 他主要是美国在制裁香港 或者制裁中共的时候 他首先考虑到我自己 不要付出他的代价 这是最小代价啊 对是的 就是说你伤害了对方 但是你自己的代价很少 而且告诉你他制裁起来 名正言顺 就是说因为我制裁这个企业和个人 然后你继续跟他做谁 我不制裁你制裁谁啊 你明显违反了我的规定 那么这些资本家在游说集团 去游说的时候 他也没多少理由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最聪明的制裁啊 我觉得这个老川呢 我们很多人对老川 有不同的理解都是正常 但是要看老川的做事的大处啊 真的 川粉 川粉 不是 不是川粉的问题啊 他这个做法啊 他比一杆子的打击港币优雅的多啊 反强小的多啊 因为我们很我们很清楚 如果川普一杆子去打击港币的话呢 北京肯定会反击 甚至于把这个贸易协议都给停了 那川普现在眼巴巴的指望 你要买一些东西啊 帮助我11月大选啊 现在这个竞选之间 在这种两军相识阶段 有一点外力的作用 就可能导致天明倾斜 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我要故意的把自己这个牌丢掉呢 这不是愚蠢的游戏吗 对 我过了11月 我再说了 有的是机会啊 对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刚才我们在 这即符合美国的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啊 也符合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更多人的利益 我也有办法去制裁 为什么逼着川普一定要去下最重的手 最后把这门起个毁掉呢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听川普想问题的 极端主义嘛 我认为川普总统啊 能够制裁官员越多越好 现在制裁四个人太少了 现在这一次制裁香港弄得不好 大概十个人左右 在我看起来太少了 再好搞个一千人啊 你就是这个唯恐天下不乱啊 也不是我做新闻 他们搞的大一点嘛 当然比这个更重要的是 把微信给进了 这是我的梦想 这个马化同会恨死你 你怎样进人家微信 哎呀 这个马化同会 下回到牛要来告诉你 找你算账啊 一个壮子递到 一个壮子递到法院去说 你和平支持进微信 看怎么办 我可以说 背后有强大的美国 那个我有网友赞赏说 支持陈小平 打赏你这个港币 还有人说 这个老后说的不错 支持 还有人说 这个 如果你 这个 这个还有什么 他叫 如果喜欢和平和陈小平的 网音网视的观点 点赞 就是跟我们的节目 这个网友经常 每一次来都打赏你和平的 谁啊 你说 打赏我们两个人 这个是铁粉 铁粉铁粉 这样我们节目一开场 他就来了 而且拿着小板凳 坐在那 然后呢 节目没开始 银子先洒出来了 这样的粉丝 我们真的是感动的 不得了 一看了这网友来了 我们做节目都有劲了 是啊 是啊 我们这个里面呢 就是再大的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是个开放的平台 那么我们有很多的节目 观众可以发表意见 我们的观察云 可以发表意见 我们晚上的这个 经验私募名 有很多专家学者 在发表意见 大家也都可以去参与 那么有的人 就可以拉住 陈小平一句话 就是说 陈小平是川粉 拉住和平的一句话 说和平是黑川的 哎呀 就是有些人 他就是有这种心思 你知道吗 那陈小平上个星期 还举生了一场 星期五吧 举世了一场星期四 对吧 你举世了一场 这个这个 支持半生的 这个这个讨论会嘛 哎呀 节目做完以后 我被我被骂惨了 真是 我每一次啊 或者支持川普的 被民主党的支持者骂惨了 如果我有个嘉宾呢 如果我有个嘉宾呢 是支持这个民主党呢 我又被这个 这边的人骂惨了 所以我现在头发都骂白了 刚才观众 观众也在说 陈小平头发都白了 就被他们骂的 不是头发白了 是没了 没办法 我是头发白了 不少 我现在我不跟这个 共产党斗 我跟和平斗 就是斗 斗我的头发别白了 就是这样 哎呦 这个今天我们一下子 谈话 观众人员里面 都现在还有两千人 我们让那个观众提提问 讨论讨论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的观察云号的 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来批评一下我 批评一下 赞扬一下陈小平博士 哎呦不是 赞扬我们就讨论问题 希望把我们的这个 对问题的理解嘛 这个提升啊 覆盖面更广啊 那么杰森啊 杰森举手了啊 请讲 小平老师好 是这样 您刚才就是提到了 说这个凡是被制裁的 这个官员 如果和这个金融机构 打交道的话 那么这个金融机构 就会受到这个美国的制裁 那我想问一下 那中国的银行呢 那个比方说工农中建 这几个银行 他比方说他有这个 贪官的财产 那么美国会对 会做什么处理呢 谢谢 真的毫无疑问啊 这就是制裁 就是肯定要制裁嘛 嗯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当然这个制裁 你不能制裁到中国去 但是这些人的国际化 就受到影响了 嗯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银行 啊 他会敢于跟美国 代表干啊 除非他想变成一个呢 银行 所以早几天我在想点就点的 节目里面提供 讲到了 我建议中国成立一个国安银行 就是国家安全银行 这个银行呢 不如美国挂高 对吧 然后谁在这个 这个中南海 啊 或者是国安会 然后呢 这个谁制裁他了 哎 我们这个国安银行就出动 啊 给他请补助 啊 否则的话呀 这个 其他的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都不敢 因为你在美国有声音啊 你不但在美国有声音 你现在有很多分行 你就在世界上 其他国家 你都会 美国都会制裁 这就是美国长臂的力量 这个六月底 华人的牛肉报道 三家中国银行 因涉嫌 和同美国 被制裁的这个 朝鲜银行洗钱啊 并拒绝同美国调查人员合作 被美国法院啊 认定蔑视法庭啊 罚款多少钱啊 然后这就是这个 三家设施的银行 交通银行 招相银行 普发银行啊 在中国这个银行被制裁啊 这已经是已经有了啊 那么这个是通过 法院系统的一种制裁 那么现在 前面我们讨论 这个制裁的时候呢 现在就是美国把这个 金融制裁呢 作为推进其外交 政策的一个手段 在这个意义上 实际上啊 这个是一个广义上的 就是既包括我们一个法院 去支持这样一些制裁的措施啊 通过司法判决 同时也包括美国通过这个啊 商务部啊 这个财政部啊啊 基于这个行政这个命令啊 和法律规定 这个上面呢 做的这种制裁 那么正好华尔街日报啊 有一篇报道 叫这个 哪一种方式去制裁中国 对中国伤害的最深啊 发表了这篇一篇文章啊 那么他就是说 金融制裁 让北京三金动骨啊 这是最厉害的一招 嗯 那么这个金融制裁呢 这个包括这个 让美元和港币脱钩啊 包括这个打击这个香港的 这个金融金融这个中心的 这叫做地位 让北京在香港无法融资啊 他提到的一个数字啊 就是说 中国的四万亿美元的 这样一个外汇的这个资产之中呢 实际上有 2.215万亿 这个钱呢 是通过香港这个港 这个这个这个口啊 融过来的 拿到的 嗯 非常大的一笔钱啊 嗯 现在有一位观察员 静啊 他是要讲话 请 哎老何好 小平好 那个 我就想呃 呃 补充一点 就是呃 大家应该记得呃 记得就是前几年呃 广泛的这些中国银行都是要走向世界呃 实际上就是走向美国了 到美国来开展 开拓业务 这个时候奥巴马政府就呃 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如果在美国有业务的话 你银行必须交出你所有的客户资料 嗯 所以这个这个制裁其实是非常厉害 嗯 嗯 嗯 我就想提醒这一点 嗯 帝国主义非常狡猾 非常显 对 这个在华尔街的这个 这篇文章里 我觉得是谈制裁中国的文章里 谈的比较好 就山北京山的最厉害的这篇文章啊 一会我把这个标题啊 贴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 去搜一下啊 就是说 让港币和美元这个脱钩啊 这是这个打击的最有力的一个一招 那么这一招里头呢 既包括啊 这个 这个汇率的这个 这样一个打击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包括这个啊 对个人和企业的金融制裁的打击 这都属于打击香港的啊 金融系统的这个两大招之一 嗯 啊 这两招都有核弹核弹作用 差别在于什么地方 今天我们谈的就是说 很多人希望美国一杆子的 把这个香港的美元和港币之间脱钩啊 这个看起来很得力 但是他伤美国公司 伤美国消费者啊 等等 那么现在美国人啊 在白宫上个星期四 在犯罪活动的时候呢 就选择用这个方式打击企业和个人啊 那么如果一个中国的一切银行 或者国际项银行 想为被制裁的这些人提供金融服务的话呢 这些人立刻成为美国被打击的打击的对象啊 他通过这个方式 现在这个方式出手的可能性最大 嗯 还有一位请打开 习啊 喂 喂你好 你好 你好 我也想说一下这个这个他这个制裁的事情 因为我原来在在各大学过一门课就专门叫做三个星就讲的是国际制裁 好啊 而且我还在那个 多介绍介绍 对嗯 而且我还在那个就是应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里面做了就专门做了半年这个项目也是关于三个星的最大的投行我不点名字嘛 你一想就应该知道对对对这好你专业人士给我们好好介绍这项怎么样的制裁 他这一招非常厉害他这一招你比如说他这个三个星是对个人或者对某一个entity某一个实体 嗯 那基本上就等于是相当于那个外扩手术就把你和整个美元世界给隔离开了就任何一家银行你在任何一家银行你只一旦有美元账户那这个银行首先要受到惩罚然后你也是会受到惩罚所以银行他他他他他他有责任就是他一旦发现某个人在那个三个星的历史的上面的话他立马就就就必须得把你封掉或者是把你的账户封掉或者是然后然后然后就是或者把你赶走或者怎么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因为因为 因为一旦这个事情发现不管是别人发现还是他银行自己发现他银行都不做了惩罚你像那个就像我们那个国内M女士也是就这个情况嘛他他会问银行为什么要这么干他不这么干的话他会面临非常非常大非常大的处罚那处罚也可以让他破产但是呢就是他现在因为他是这个M女士是个特殊的人士嘛所以说整个这边举国的力量去攻击他那他没办法他碰到这个事儿所以他这个他这个处罚是非常厉害的相当于这 相当于是个人手术室的就这么隔离把你和整个美约世界隔离开就这个是这样的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但是他后面的他这只是一个小K是吗他后面的话如果是再加上某某人某某人某某某人一个个名单往里面装的话那个处罚力度就非常厉害了所以我觉得目前的话他只是一个只是一个小K什么警告一下嗯后面后面的大单子估计估计 估计会随着后面那个进程啊呃逐渐逐渐往里面加东西这样的加名呢加东西好嗯这个我们知道汇丰啊是为了逃脱这个被接受罚款罚了十个亿啊那么这个东西还算有毛毛雨啊很多时候为了保存这个执照啊弄好的话他把你执照给吊销了你这个整个这个门关门了啊对那就完蛋了你确定完蛋对所以他愿意花钱消灾啊因为你搞十万十亿美元你买不到一个执照啊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对所以说愿意最好愿意交钱罚款了事的话那等于是求上上帝保佑的一种仁慈的处理了那更厉害的是跟你跟你执照给吊销你没有资格了嗯他这个他这个制裁就是相对于个人相对于实体或者相对于国家是一样的嗯只要你的名字在上面你的国家这个这个国比如说北朝鲜他名字在上面或者伊朗名字在上面或者你个人在上面或者某个实体在上面他的整个制裁力度是一模一样的对所以说 你可以搜一下这个美国的那个office的网站他每次都往里面加然后就是各个银行都是根据那个list的来然后来做screening他们每天每时每刻都有实施的screening只要有新的信息加进去的话立马他们就开始监控这个人而且银行这个部门是非常非常保密的而且他们的 的英国库的话他是绝对不上网的那个数据够动网络是一直是离网的所以任何国家你想用黑客去黑大的这些这些信息都黑不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是非常非常一个是非常静心的非常隐秘这个不知道就请你介绍的确实确实 介绍介绍进入制裁对 以后吧现在不方便我也是安居历史学生 好啊 介绍是很有意思的最后这个名单的保密的程度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制裁是很厉害但不知道这个名单居然不上网要保密对 非常保密 就反正就是这个东西知道 那个电视机构一旦面临这个法规的时候呢他就面临合规性的一个遵存的问题啊你如果违反这个规刑的话后果严重 深圳都出现问题啊对对对 这个事情在十几年还前还是二十年前我都具体时间我忘了当时候的情势的经营体系没有一体化什么叫没有一体化呢就是美国银行比如说我是个美国公民对不对 我把钱存到这个法国存五十万美金对吧我根本就不保税是不是那么美国没办法知道但是突然之间美国说其实在任何银行都必须把我的绿卡的拥有者或者居民的拥有者那不仅是绿卡就是你在我的居住六个月以上的包括公民包括居民和包括有访客你都必须提供他的银行资料给我超过一万块钱以上对吧 对对对如果你不提供的话我就我就制裁你了哇那些银行气死了知道吗那你都说你美国简直是一个霸道的国家你把我变成你昏航了对不对 那美国就说好我不是你的中央银行但是你别跟我做生意了对所以哈德这些国家的银行一个一个老老实实跟美国合作所以这就是美国的长币的力量交罚款 你长币需要有长币执行力的交罚款交罚款才能合作对啊对 所以他是各方面各方面监视各方面监控他他这个非常利害你你银行转账你比如说中国是微比的或者是威尔系统他中国那个人也可以监视你你只要有任何有任何东西他立马就可以了就可以知道哪开你是中国银行你比如中国银行我有某某人的那个账户 他的账户里面美元是吧然后他已经被制裁了那他那你中国银行必须把他的账户给剔掉或者是把他封掉否则的话你中国银行就会受到把款是会受到惩罚罗惠宁的名字如果上了美国的制裁名单然后银行就会给罗惠宁发一封信说我们根据美国的最新规定我们要把你的账号从我们的系统中移除啊对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正常的操作嗯对所以我就建议美国把这个名单搞大一点 知道吧威慎的大一点然后中国就干掉号的一切之下成立一个国安银行知道吧这个国安银行就是说我直接是内部认中所有的官员我都是通过国安银行来发钱啊这个通过国安银行发钱呢他除了你发人民币发美元也不行好像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啊swift系统呢对任何一笔交易他都能坚持到嗯对啊当然对你不能用美元交易美元只要你进入美元交易的话他都知道嗯 嗯对对对我就不信中共这个像这个谁啊啊林郑啊这样如果被制裁的话他就没有美元账号嗯这个小平不是啊还有新先生这个完全取得于美国力量有多大如果美国支持象征性的制裁没有什么效果你象征性的制裁易了啊雨了遇了人家都死不掉侯看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中国呢啊只有名单可大你知道吧 才会有真正的威慑度用啊就是说你你香港啊一千人两千人对不对啊我跟你该全部给制裁了那才是会制造他们真正的恐慌因为两千人里面他是根本搞不清楚哪些人在美国有账号知道吧你说只有林郑约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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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容易了他现在刚开始刚开始我这个谁啊这个礼拜我要请一个对美国政治比较了解的人来谈这个制裁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听听啊看看那香港的制裁的人里头大体都有谁估计也会谈到啊嗯不呃在呃一般来讲48小时左右啊今天或者明天啊甚至可以说24小时左右有可能实施这个制裁如果比较温柔的话会宣布 如果比较拟重一点点可能就星期五宣布啊川普总统是担心呢这个事情啊影响他的股市我的这是我的估计啊未必正确 现在我们也不敢跟白宫有太多的联系啊你知道吗白宫现在好厉害啊他那个那个白宫现在新的新的幕僚长正面搞一些假消息啊给旁边的人知道吧 啊一根华语日报打记者啊打电话一根陈小平打电话完了马上就知道是你提供的消息哇靠贼啊知道吗钓鱼计划嗯啊钓鱼计划哇这个白宫的钓鱼计划因为川普总统老是生气嘛哎我们还在讨论的事情怎么华语日报灯了啊怎么纽约时报灯了怎么CM报了对不对 好我们看还有没有嘉宾要问那个网友要发言嗯 我们的观察家观察员还有没有 没有了应该 好对没有了啊嗯 谢谢啊这个没有了对话喝一杯酒 周后陈小平博士啊 南洋华侨 今天这个表情不错 没有孤独的恶毒攻击这个 和平同学啊还不错 你怎么喝你怎么真的喝酒了 这不是酒开玩笑的啊 开玩笑这是像一杯酒而已象征性质的 嗯啊 咖啡因为你原来喝咖啡怎么今天会成这种颜色的啊 没有这是这是这个苹果汁知道吗 那我明白啊但是呢我身体又不能喝太多的苹果汁 因为他甜了嗯所以呢我就给自己有相当性的喝一个苹果汁 OK 明白吗 这您这个祝老板身体健康啊就这意思了 也都陈小平博士身体健康 陈小平博士是这个明镜的南庭医治啊 老板真是哪有这么拍员工的不对的 好了好了那个感谢我们的编导的辛苦 啊然后呢这个感谢这个我们的观察员啊 刚刚的宝贝意见尤其是刚才那个习先生对不对 嗯啊他是专业人士希望你尽快能够上陈小平博士的这个节目啊 这个制裁的问题很多人都在说听他解释一下挺有意思的 嗯对对对啊 另外就是感谢我们的观众的啊点赞 点赞啊 这个打赏 打赏尤其是跟陈小平博士的打赏啊 我特别的高兴啊 嗯 嗯啊这个今天我跟陈小平博士争论的比较少啊 因为他名气越来越大啊脾气越来越大 所以我不敢去那一句啊啊 去向陈小平同学开开开开开道啊 所以必须谨慎一点 我这么无论的一个人你说我脾气越来越大啊 真的不像话啊 哈哈 在后面同你倒子也是应该的 就是啊